反派,我摆烂后,女主倒追来了 第三集,书接上文 雪族族长淡然说道 这上官家勾结天翼魔狱,这完全是在找死 如果他们能够将云天圣主与寒月剑仙全部留在天翼魔狱之中 消息传不出来还好 可是他们却千算万算,没算到云天圣的得到了消息 做了充足的准备,直接反杀了他们 当然了,如果上官家像我们一般背后有龙族撑腰,也不至于被灭族 说到龙族,雪族族长就一脸骄傲 他们雪族能够在天玄界之中横着走 不是自身的实力有多强大,而是因为找了一个强大的靠山 有龙族撑腰,让他们可以肆无忌惮 甚至不将一些上古皇族放在眼中 这是其他势力无法比拟的地方 父王说的极是 要是上官家找到龙族这样的靠山,或许结局就不一样了 雪景伦笑道 如果上官家的背后有龙族 估计云天圣地就不敢轻易出手了 哈哈 或许上官家的人在临死前都还羡慕我们雪族吧 雪族族长哈哈大笑道 语气之中满是傲然 在他心中非常庆幸有龙族这座大靠山 让他们雪族可以横行霸道 就算是云天圣地也不敢轻易对他们动手 就在此时 一声轰鸣声传来 一道恐怖的气息直接出现 下一刻 天空之上全部被火焰覆盖成为了火焰的海洋 凤凰族 混蛋 你们这是干什么 感受到无比强大的威压 雪族族长脸上的喜悦顿时凝固 刚才还在说他们有强大的龙族撑妖 没有一大势力敢对他们动手 可是下一刻 就有人对他们雪族下手 这简直岂有此理 哼哼 雪族族长 来此自然是灭了你们雪族 冷漠的声音响起 让雪族中强者脸色大变 好正兄 你这是不想活了吗 你们要是敢对我们雪族下手 龙族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 况且 你为什么要对我们雪族下手 你这么做 妖族其他势力绝对不会坐视不管的 雪族族长愤怒道 咯么的 他们都没有去得罪凤凰族 为什么凤凰族要对他们雪族下手 从来都是他们雪族欺负其他势力 其他势力还从来没有人敢来欺负他们雪族 这简直欺人太甚 虽然雪族有龙族这座大靠山 但是他们还是极为聪明 对于一些上古皇族或者强大的圣地宗门 绝对不会得罪 比如云天圣地与凤凰族 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得罪了这些大势力 他们还真不管你的靠山是谁 都会对他们动手 尤其是云天圣地这样的疯子 就算明知道你背后的靠山是龙族 想要灭你也无所顾忌 或许龙族会帮他们报仇 可是他们雪族都被灭了 报仇又有什么用吗 龙族现在已经没落了 哪有时间来管你们 就算龙族依旧强大 你们觉得 他们会为了你们 与我们凤凰族为敌吗 还有 你们也不要觉得 我是无缘无故对你们动手 我这么做也是 想要看一下龙族的反应 熬阵熊冷漠的声音响起 随后一股恐怖的气势爆发出来 天空之上成了火焰的海洋 在绝对实力面前 雪族显得不堪一击 毕竟熬正熊 那可是准地劲的实力啊 在凤凰族一众强者出手下 雪族很快就被灭掉 雪族圣子雪景伦 与族长接连陨落 从此以后 这世间再无雪族 不过这一次 熬正熊并没有封锁消息 毕竟灭一大妖族势力 那是藏不住的 他还主动把消息传出去 很快 雪族被灭的消息 就传遍了天玄界 凤凰族灭了雪族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是要变天了吗 上官家才被灭 同一天又听闻雪族被灭 他们这是商量好了的吗 雪族什么时候得罪了凤凰族 这让凤凰族不再顾及龙族 直接将雪族灭掉 这肯定是雪族依靠龙族 做了一些事 才惹怒了凤凰族 我也很好奇 雪族到底做了什么 能让凤凰族这么愤怒 对龙族都不管不顾 直接要灭掉雪族 众人议论起来 不过倒是没有人给雪族叫冤 反而觉得 雪族对凤凰族 做了人神共愤的事情 才导致凤凰族 不顾一切灭了雪族 如果雪族知道这些 估计会气得跺脚 他们雪族 没有对凤凰族做任何事 而且面对凤凰族 都避之不及 别看他们在天玄界横行霸道 其实都是欺软怕硬之徒 太过强大的势力 绝对不会去招惹 这也是为何他们雪族 能够活到现在的原因 那些人知道外界是这么说他们的 而且不少种族还欣喜无比 甚至还在庆祝 就算没死 也会被气得半死 一座大殿之中 一道美艳的身影坐在主位上 眉头紧锁陷入了沉思 凤凰族居然真的动手 下手挺快的 看来他很确定 龙族那边出了问题 朱雀族族长齐天骄 喃喃自语道 接下来就看龙族的反应了 如果龙族无动于衷 倒是可以与凤凰族联手 雪族与龙族的关系密切 要是雪族被灭族 龙族还不站出来的话 那也间接地印证了 他们心中的猜测 自然不会再有任何顾虑 因为蛇族可是上古皇族 抵运丰厚 如果他们能够分一杯羹 会让朱雀族的实力提升不少 可是为什么龙族就衰退了吗 齐天骄满脸疑惑 在上万年前 龙族还是极为强大的 而且看不出有半点衰落的意思 龙族突然避世不出 没有人在天玄界走动 这就很奇怪了 好像突然之间遭受到某种重创一般 这实在是太诡异了 齐天骄无法理解 到底龙族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让昔日强大无比的龙族 变成现在这般模样 齐天骄心里隐隐觉得 龙族在策划一件大事 究竟是什么大事 他不得而知 可是一旦成功 那必然会颠覆整个天玄界 如果真是这样 那更应该打断他们 不能让龙族继续这样下去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那自然更好 齐天骄心中暗自琢磨着 金屋族中 没想到敖正雄出手那么果决 短短几个时辰 就直接灭了雪族 看来他说的是真的 龙族是真的没落了 以敖正雄的性格 如果没有绝对的把握 是绝对不会动雪族的 金屋族组长乌风九 喃喃自语道 他与敖正雄 是同时代的天骄 对于敖正雄 也极为了解 知道敖正雄 是一个没有绝对把握 是不会轻易行动的人 尤其是这样的大事情 现在敖正雄 居然毫不犹豫地灭了雪族 显然他对自己的消息 有着绝对的把握 蛇族啊 你们跟随了凤凰族那么多年 最后却选择了龙族 这还真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金屋族组长乌风九 摇了摇头道 要说关系的话 肯定是蛇族与凤凰族 要更密切一些 两者的关系 就好比云天圣地 与九阳圣地这样的关系 可谓是秦同手足 只是他怎么也没想到 蛇族居然背叛了凤凰族 还是在龙族衰落的时候 不得不说 蛇族这个选择很不明智 蛇族这边 蛇族族长在得知消息后 不由皱起了眉头 为何凤凰族无缘无故 去灭了雪族 两大势力 好像没有任何矛盾 下一刻 蛇族族长仿佛想起了什么 脸色更加难看下来 难道龙族真的没落了 凤凰族之所以要灭了雪族 也是想试探龙族的深浅 同时也是给其他妖族势力看 他们这是要为灭我们蛇族 做准备啊 想到这些 蛇族族长一下就慌乱下了 如果是之前 他绝对自信满满 毫无畏惧 因为背后有大考山龙族 足以威慑其他大势力 现如今 龙族已经出现了问题 已经上万年避世不出 这不得不让其他大势力猜测 龙族是不是出现了问题 如果龙族真的出现了问题 其他妖族大势力联手 那就算他们蛇族再强大 也无法抗衡 所谓双拳难敌四手 他们蛇族的下场 就会与上官家 还有雪族一样 请问上官家弱吗 在人族之中一点都不弱 可是在云天圣地 九阳圣地 大秦王朝三大势力联手之下 几乎是寝刻间覆灭 不行 我们蛇族绝对不能坐以待毙 必须联系龙族 同时还要联系其他的上古皇族 蛇族族长慌乱了起来 他深知 如果龙族真的没落了 那他们蛇族就完蛋了 突然一道消息传来 让蛇族族长直接愣住了 随即陷入了绝望之中 那是龙族传来的消息 让他们蛇族代表龙族出面 震慑凤凰族 混蛋 蛇族族长忍不住后骂一句 他们怎么可能出面震慑凤凰族 那不是自寻死路吗 敖正雄灭了雪族 就是试探龙族的反应 好下一步灭了他们蛇族 如果他们雪族主动送上门去 那凤凰族怎么可能客气 绝对会联合其他上古皇族 将蛇族给灭了 看见龙族不敢出面 蛇族族长怎么不知道 是龙族不行了 不敢出面震慑凤凰族 让他们蛇族出面 捍卫龙族的威严 真是混蛋 早知道龙族没落了 当初就不应该加入龙族 蛇族族长心中那个恨啊 龙族现在没落了 雪族都被灭了 居然还不敢站出来震慑凤凰族 这也相当于他们的大靠山没有了 现如今 他们将会面对凤凰族 与其他上古皇族的联手打压 这该如何是好啊 蛇族族长在大殿之中 来回跺着步子 不停地想着该怎么办 只是越想他越感觉到绝望 现如今没有任何解决的办法 雪族被灭 龙族不敢站出来为雪族撑腰 导致凤凰族的势力不断地积累壮大 联合其他的上古皇族 同样的 他这边的势力见识不妙 全都脱离了蛇族 原本关系还不错的势力 此时也选择袖手旁观 不敢站在他们这边 甚至有些势力 还站在了敌对的阵营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蛇族已经到了绝境 一不注意就会成为下一个雪族 或许此时 是我离开的时候了 想及此 蛇族族长双眼不由亮了起来 只要他不死 就算整个蛇族被灭 那与他又有什么关系呢 况且 他的儿子早已经死在了方尘的手中 对于整个蛇族也太没有太多的牵挂 随即蛇族族长就收拾东西 准备离去 可是此时 蛇族高层已经齐聚于此 他发现周围的虚空也被封锁 隐约看到了凤凰族的地级神兵 为了灭蛇族 敖正雄做了充足的准备 整个虚空都被封锁 根本不可能让蛇族的人逃脱 以他对蛇族族长的了解 这家伙见识不妙 绝对会逃走 根本就不顾整个蛇族 凤凰族 朱雀族与金乌族三大上谷皇族联手 与蛇族大战了两天两夜 最终蛇族被灭 震惊了天玄界 在这过程中 龙族自始至终都没有出事 好像整个龙族消失了一般 也让所有势力都知道 龙族是真的没落了 之前是上官家被灭 又有雪族被灭 现在连妖族的上谷皇族 蛇族都被灭了 这些无不是大事 上万年以来还是第一次发生 这些事情每一件都是大事 没想到居然汇聚在同一时间点发生了 龙族的没落 凤凰族的崛起 不得不让一些势力站队 这些事情自然瞒不过云天圣地 圣灵风 花梦莹已经将夜无双带了回来 同时云天圣主白洛央 与韩月见仙李韩月齐聚于此 不过由于两人气势太足 导致花梦莹与夜无双只能站在一边 而且还小心翼翼的 尤其是花梦莹 白洛央对她来说像是公婆一般的存在 加上花梦莹的身份特殊 所以让花梦莹极为紧张 担心因为一些事 让云天圣主白洛央不高兴 这龙族还真当缩头乌龟了 这样的情况居然都不站出来 白洛央躺在躺椅上 展现出修长的身影 让人看后不由气血沸腾 虽然知道龙族的情况 可是云天圣主白洛央觉得 为了维持龙族的威严 龙族肯定会派强者出来镇压 谁知道龙族避而不出 这让他感到十分意外 龙族怎么就翘无声息地没落了 再怎么说 也要出来刷一波存在感吧 不然龙族的威严何存 他们并不是想当这个缩头乌龟 只是有这个心 没有这个实力而已 方尘一脸淡然道 现如今 龙族正处于一个关键的时期 根本就抽不出强者来 而且 就算派遣强者出来 又能够做什么了 所以干脆就不这么做 龙族到底是什么情况 方尘自然知道 嗯 听到这话 白洛央一脸惊讶地看着方尘 开口问道 听你的口气 好像是知道龙族的情况 以龙族的性格 就算如今没落了 我也不相信 他们一直归缩不出来 除非他们在谋划什么大事 他也觉得 龙族避世不出 完全有为常理 这不是龙族的行事作风 师尊 你认为 维持一个大势力的霸主地位 最核心的是什么 方尘并没有回答 白洛央的话 反而问道 当然是强者了 而且 强者的数量越多越好 实力越强大越好 这才能够震慑出其他的势力 让所有的势力都忌惮 你的意思是说 龙族在培养这样的强者 白洛央反应过来 开口问道 不错 其实 龙族很有远见 在上万年前就看出了 龙族在走下坡路 而且 族内能拿得出 守强者越来越少 所以 他们才谋划了一件大事 准备强行制造一位顶级强者出来 如果这件事能够成功 就算龙族出现青黄不接的情况 也可以改变整个天玄界的格局 足以镇压一切 把之前失去的全部拿回来 方尘缓缓开口说道 白洛央沉思了片刻 开口说道 能够做到镇压一切 也只有地境强者了 只是想要培养出一名地境强者 谈何容易 也不至于在龙族的漫长历史之中 只出过两名地境强者 龙族是极为罕见出过 两名地境强者的大势力 像这样的势力 在天玄界极少可以 只有云天圣地能够相提并论 方尘看向师尊白洛央 笑了笑说道 为什么一定要是地境强者了 准地境后期的强者 也可以做到这一点 在现如今这个时代 准地境的强者都屈指可数 都能够做到横扫天下 你说准地境七重天以上的强者 有何其的强大呢 只要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 那龙族就能够将 失去的所有全部都拿回来 为了制造出这么一位强者 龙族可谓是清净所有 现如今这个计划即将成功 他们怎么可能在节外生枝呢 说到这里 方尘沉思了片刻 继续道 不过这一切 还要看敖正雄的选择 到底会不会趁这个机会 去镇压龙族 还是忌惮 龙族不敢动手 如果忍不住去镇压龙族 那么我们就有一场好戏可看了 一旦龙族被人打到家门口 就算再怎么隐忍 也绝对无法忍下去 我们就看着吧 接下来必然有好戏可看 在原著之中 龙族很有先见之名 推算到龙族即将没落下去 所以制定了一个大计划 那就是培养一位绝世强者出来 能够横扫天玄界 准地镜强者已经足够强大了 只要是一位准地镜的强者 那绝对是天玄界战斗力的天花板 更何况 还是一名准地镜七重天以上的强者 当然了 也只是局限于现在这个时期 到了后面各大势力 隐藏的强者都复苏过来 犹如雨后春笋一般 全部都冒了出来 这让方尘相当的无语 前面还极为强者 到了后面居然随处可见 按照你的说法 那凤凰族与龙族迟早有一战了 要是龙族成功的话 那么绝对会对凤凰族下手 那凤凰族就要遭殃了 要是凤凰族阻止成功 那龙族将会彻底的没落 白洛央不由眼前一亮 看着方尘说道 凤凰族也不至于这么惨 他们的底蕴可是极为丰厚 就算龙族出现准地镜七重天的强者 也不可能威胁到凤凰族 除非地级神兵完全复苏 递进强者意志降临人间 不然两大势力很难谁把谁怎么样 不过敖正雄掌控了主动权 至于他能不能把握得住 那就是另外一件事了 方尘也躺在躺椅上 双手抱着头 晒着太阳 怡然自得道 两人就这么十分惬意地 聊着天玄界的大事 那你知道 是龙族最终获胜 还是凤凰族最终获胜吗 李寒月突然开口问道 他们谁获胜都没什么关系 只需要他们 不要拼的你死我活就好 方尘微微叹了一口气说道 天异魔狱还在 迟早有一天会彻底解除封印 想要对付天异魔狱 只凭人族的力量 是完全不够的 还需要妖族的力量 所以这两大势力 最好适可而止 大家井水不犯河水最好 或许龙族会派遣一些老怪物出来 让凤凰族不敢轻举妄动 虽然能行走在世间的强者不多 可是龙族在漫长的岁月之中 积累下来的底蕴 还是很多的 听见天异魔狱几个字 李寒月与白洛央的脸色 就难看下了 这已经成为两人心中的阴影 天异魔狱不灭 他们心难安 天异魔狱的威胁实在是太大 一旦万古大地的封印被破 那绝对是整个天异界的灾难 尤其是云天圣地 毕竟这一次在天异魔狱之中 斩杀了不少的天魔 这个天异魔狱 什么时候才能彻底地铲除 云天圣主喃喃自语道 天异魔狱对于整个天异界来说 都是一个极大的威胁 就犹如一个定时炸弹一般 迟早会铲除的 方臣开口说道 天异魔狱确实极为难缠 现在只能尽量延缓 天异魔狱的封印的解除 蛇族最终被灭 就连递进强者的意志也消散了 也正式宣告 蛇族彻底覆灭 龙族中 一座大殿之中 树道气息强大的身影 屹立在此 这些都是 龙族的中流砥柱 也是为数不多的强者 为了这个计划 龙族可谓是损失惨重 有不少的强者陨落 族长 现在凤凰族灭了雪族 又联合其他上古皇族灭了蛇族 就是想要给我们龙族一个下马威吗 他们下一步 是不是要对我们龙族动手了 一名龙族的长老满是担忧道 现在龙族也是最关键的时期 龙族极为虚弱 凤凰族这边又来势汹汹 他们的计划也到了最关键的时期 如果计划被人破坏 那他们这上万年的谋划 就化为泡影 我们龙族的守护阵法还在 凤凰族也难以攻破进来 只要再等一段时间 我们的计划就会成功 到时候再找凤凰族算账也不迟 龙族族长敖魁陈生道 蛇族除了在外界的弟子以外 其他人全部被灭 蛇族积累了无数年的底蕴 也被凤凰族一些人分割 龙族还是没有动静吗 敖正雄开口问道 灭了蛇族后 他心中没有太大的波动 几大上古皇族联手 如果还不能灭了蛇族的话 那就是他们无能了 可是这并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 最多也只是报仇而已 蛇族充其量只是帮凶而已 真正的敌人还是龙族 就算是灭了蛇族 一向互端霸道的龙族 居然没有派任何强者出来 这着实让敖正雄很震惊 仿佛龙族彻底地隐藏起来 外界的一切不再联系 龙族的没落那是肯定的 可是就算这样 也不至于没落到这种程度 敖正雄目光深邃 神情也阴冷了下来 说道 就算是龙族再没落 也是镇压妖族的强大存在 龙族如果要维持自己的威严 绝对会派强者出来镇压 而且 按照龙族的行事作风 也不可能任由别人 践踏他们的威严 除非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现在根本抽不开身 还有就是 如果这事情成功了 他们有自信 把失去的颜面全部拿回来 想到这些 敖正雄深深地皱起了眉头 这么看来 云天圣地早就知道这一点 所以才将消息告诉他 同时还说 不干涉他们与所主之间的一切 看来 我被云天圣地给算计了 成为了除掉蛇族 以及与龙族交恶的人 想到这些敖正雄的脸色 更加难看下来 以前都是他算计别人 没想到 却被云天圣地给算计了 而且 谋划这件事的人 绝对不是云天圣主白洛央 因为他没有这个心计 想到这些 敖正雄突然笑了起来 此时他都不得不佩服对方的算计 因为哪怕是他也是到现在 才理清楚这些 这一切 也是结果出来之后 他才想到 如果结果没有出来 他是不可能想到的 还有云天圣地的谋划 也势必会成功 就算他知道这些 也会找蛇族复仇 同时他也不会允许龙族的阴谋成功 虽然他不知道 龙族到底在谋划什么 可是上万年必试不出 必然谋划的事情不简单 足以颠覆整个天圣界 龙族这是想要制造出 一名地境强者吗 还是说其他 敖正雄满脸疑惑 能让龙族上万年去谋划一件事 很可能是 创造出一位地境强者 唯有这样 才能让龙族付出所有 只是要创造一名地境强者出来 又谈何容易 毕竟这个世界的法则缺失 大到根本不全 所以根本无法让人突破到地境 想要制造出一名大地境强者 只有炼化天道碎片 才可能做到 天道碎片何其难寻 就算是 他们凤凰族也无法找到 或许在这个世界上 根本就没有天道碎片的存在 那么龙族是找什么方法 不需要天道碎片的情况下 制造出一名地境强者呢 敖正雄的心中满是疑惑 这样的方法 他从来没有听说过 只是龙族底蕴深厚 或许掌握着这样的方法 其实 龙族也是这样谋划的 想凭借着全族的力量 以及龙族的底蕴 制造出一名地境强者出来 只是想要制造出 地境强者活起的困难 哪怕是在原著之中 龙族都没有成功 只不过也创造出一位 堪比大地的强者出来 这名强者的肉身 堪比地境强者 拥有堪比地境强者的实力 只是短时间 能够与地境强者争锋 时间一长 自然不是地境强者的对手 虽然无法与地境强者媲美 可是这样的强者 完全可以在天旋界横着走 在这个地境强者 已成历史的时代 这样的强者 绝对能够横扫一个时代 在原著之中 龙族也是凭借这样的强者 横扫了天旋界 让龙族短暂地辉煌起来 绝对不能够让龙族成功 不然那将是我们凤凰族的灾难 敖正雄深吸一口气 喃喃自语道 就算知道被算计 可是他也不得不按照别人的想法去做 因为他已经身陷其中 在灭了蛇族的时候 就与龙族结下了梁子 现在已经没有回头的路了 还有如果龙族真的成功了 首当其冲的 就是他们凤凰族 虽然被算计很不爽 可是不得不这么做 这完全是杨某啊 也不知道策划这一切的人 到底是谁 敖正雄心中想到 他与云天圣主 算是同时代的天骄 对于云天圣主白洛央的性格 他还是非常清楚 白洛央绝对没有这样的算计 圣灵风 李寒月正在指导着夜无双的剑法 夜无双娇小的身影 正吃力着练着 比他还高一节的长剑 在那里挥动着 在夜无双回来之后 方尘就让李寒月师叔 教导夜无双的剑法 在偌大的云天圣地 甚至整个天玄界 没有人比李寒月 更适合教导夜无双 因为没有人比李寒月 更懂得剑道 而方尘躺在躺椅上 悠然自得地晒着太阳 圣子殿下 如同你料想那般 凤凰族对龙族下手了 不过其他上古皇族还在观望 花梦莹给方尘按摩着肩膀 轻声说道 在援助之中 凤凰族的下场也极为凄惨 在龙族出世后 首当其冲的也就是凤凰族了 虽然说不至于灭族 可是凤凰族也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被迫也封锁了自己的圣地 现如今 龙族还没有完全成功 也是凤凰族的一个大好机会 如果能够阻止龙族 凤凰族还有一线生机 方尘之所以算计了这一切 是因为龙族的谋划 与天翼魔狱有关 龙族所得到的秘法 其实是天翼魔狱的一个算计 伪装成昔日龙族遗失的秘术 龙族有一门极为特殊的秘术 通过龙族弟子献祭 可以不断锤炼一位族人的血脉 让其达到传说中极纯血脉的地步 同时还能够提升修为 到最后 是可以让这人达到地境 这样的秘术 是龙族真正的底牌 只不过之前已经遗失 而龙族一直都没有放弃 寻找这门秘术 天翼魔狱也正是因为 知道了这一点 才对龙族下手 将他们一门极为相似的秘术 伪装成龙族的秘术 从而蛊惑龙族修炼 龙族的秘术 自然可以让人踏足地境 而天翼魔狱的秘术 却无法让龙族的强者 真正达到地境 最多是伪地境的层次 天翼魔狱这么做 自然是要让龙族没落 圣子殿下 敖正雄如果知道 我们算计了他 他们会不会对我们下手啊 花梦颖一脸担忧地问道 这件事摆明了是 他们算计了凤凰族 要是对方知道 以敖正雄的性格 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当然了 云天圣地并不怕 只是人少一些麻烦 当然最好 况且 没有任何一个势力 想要去得罪凤凰族 更不会与之拼命 凤凰族 为何要对我们下手呢 他们感谢我们还来不及 敖正雄是一个非常聪明之人 恐怕早就看出了 我们对他们的算计 方臣笑了笑 毫不担心道 虽然我们是算计了对方 可是也正中他们下怀 他们并没有损失什么 反而是我们提醒他们 让他们知道了龙族的谋划 现在估计 敖正雄也明白 龙族谋划如果成功 对于凤凰族 将是毁灭性的打击 之前他们不知道 现如今他们知道了 让他们有机会阻止 你说 他们是不是应该感谢我们呢 听到这话 花梦颖这才反应过来 方臣看似在算计凤凰族 其实也是在提醒对方 就算凤凰族 不对雪族与蛇族下手 到时候龙族的谋划成功后 绝对会对凤凰族下手 方臣给敖正雄这个消息 也算让对方 有了一个改变结局的机会 敖正雄出手 灭了蛇族 同时也可以阻止龙族的计划 圣子殿下 既然是这样的 那为何 我们不与凤凰族联手 一起击败龙族呢 花梦颖满脸疑惑道 这并不是我不想 而是不能这样 我们没有一个合理的理由这样 要是对龙族出手 我们将会面对整个妖族 就算我们云天圣地强大 但是想要抗衡整个妖族 也不是明智之举 可是凤凰族就不同了 凤凰族与龙族 一向水火不容 他们之间有着血海深仇 他们之间交锋妖族 不会阻止 要是我们横插进入的话 其他妖族势力 绝对不会袖手旁观 虽然妖族十分混乱 可是一旦面对外敌的时候 还是极为团结的 而且我们与凤凰族联手 对付龙族 没有任何好处 反而会让天意 魔玉作收渔翁之力 所以我们最好不要那么做 只能让凤凰族出手 这也是方臣的真正计划 就是不想看见龙族成功 可是又不能借助 云天圣子的力量 去对付龙族 只有通过一些谋划与算计 让龙族的谋划失败 显然凤凰族出手 是最合适的 圣子殿下真是高明 把那些人都耍得团团转 就算知道被人算计 也心甘情愿被算计 要是敖正雄知道 是你在幕后策划了这一切 不知道是什么神情 花梦颖无比震惊到 同时看向方臣 也满是崇拜 方臣的这个计划 已经将人族与妖族 全部算计进去 尤其是让凤凰族 与龙族争斗 而他们还可以袖手旁观 这样的算计 他简直惊若天人 与方臣作对 完全就是灾难 对了 圣子殿下 凤凰族真的能够成功吗 花梦颖好奇地问道 这我怎么知道呢 要是敖正雄有足够的手段 亲近所有的话 龙族也很难应对的 只是这么做凤凰族 必然会元气大伤 我想以敖正雄的性格 多半不会这么做 除非与蛇族一样 联手其他上古皇族 只是龙族 毕竟不是蛇族 可以媲美的 龙族毕竟是 镇压了妖族很多个时代 威严摆在那里 就算敖正雄知道 龙族没落了 也不会与龙族大打出手 双方到最后 肯定会不了了之 谁都奈何不了谁 不过这倒是阻止了 龙族的计划 让其没有那么轻松地完成 方尘淡然说道 本来他就没有指望 凤凰族成功 只是需要 凤凰族打断龙族的计划 让其不能轻松地完成 只要龙族 制造出来的强者 没有堪比 递进强者的实力就行 就算拥有 准递进七重天以上 那龙族的威胁 就要小很多 就在此时 李寒月的声音传来 洞和仙府即将开启 你要做好准备才行 这次圣地 都想让你挽回一些面子 不过你师尊说了 如果你不想去的话 可以不去 如果是以前的话 白洛央一定会让方尘前去 为了仁族 为了云天圣地的颜面 可是经过这些事情后 白洛央不再那么执着 让方尘前去 让他自己决定就好 当然要去了 为何不去呢 方尘淡然一笑道 何况这一次 我前去还要给大秦王朝 解除诅咒 如果不解除诅咒的话 估计秦皇会 带着大秦帝建 来我们云天圣地拜访 最主要的是 使唤了秦皇那么久 对方也尽心尽力 完成了任务 而且还两次动用了 大秦帝建 我们不能失信于人啊 洞和仙府方尘 是肯定要前去的 除了要解除 大秦王朝的诅咒以外 还有里面 有些东西 也是他需要的 对于他以后 还有重大作用 所以他必须去 其他的事情 他都不会参与 他想尝试一下这样 能否摆烂成功 根据上次的奖励来看 只要不是自己 亲自参与 就能够获得摆烂奖励 只是奖励 没有完全不参与 获得的丰厚 不过 方尘也做好 无法获得奖励的准备 就算不能获得奖励 方尘也不会觉得亏 因为洞和仙府之中的东西 对他极为重要 关系着以后的事情 要论价值 或许要比摆烂奖励更好 对了 你师尊让你顺便 将你师妹带回来 这一次洞和仙府开启 他肯定不会错过的 李寒月开口说道 听到这话 方尘神情 立马沉了下来 急忙摆手道 不去不去 我不去了 为什么让我去呢 随便让圣地的长老去 接他不就行了吗 或者 让师叔凝去也行啊 李寒月一脸淡然 一边只指导着 夜无双的剑法 一边说道 我自然是没什么 不过你如果不去 你师尊肯定会生气 那你也免不了 一顿惩罚 就算师尊惩罚我 我也不会去的 方尘一脸坚定道 其他的人还好 唯独师妹林洛威 他才懒得去搭理 最好离得他远远的 有多远跑多远 不去就算了 就由着他吧 听见方尘宁愿 接受惩罚也不前去 白洛央不由叹了一口气 他十分无奈 不过他也没有太过强求 之所以这样做 也是因为两人 都是他的徒弟 不想让两人的关系 闹得太僵 这一次回来他 也能够看出 方尘对于这个师妹的怨气极大 想要借此机会 缓和一下两人的关系 既然方尘不愿意 那只能这样了 他也不会强求方尘 做自己不喜欢的事 韩月 这一次只能麻烦你跑一趟 把洛威给带回来 白洛央看向李韩月轻声道 李韩月点了点头答应下来 然后身影消失不见 为什么成儿这么讨厌洛威呢 两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白洛央微微皱起了眉头 这事情是他想不明白的 在他离开之时 方尘极为在意林洛威 所有的心思都在林洛威身上 只要这个师妹想要的 方尘都会想方设法地给他拿去 这才出去几年时间 方尘对这个师妹极为冷漠 甚至可以说是厌恶 只能看以后有没有机会 调和两人的关系了 白洛央一阵头痛 这样的事情 一直都是他不擅长的 时光匆匆 两个月就这么过去了 龙族与凤凰族的争斗还在继续 不过双方都奈何不了谁 其他妖族的上古皇族都在旁观 这也让两大上古皇族陷入了僵持 有些不了了之的去向 恰逢洞河仙府即将开启 这最神秘 也最适合天骄历练之处 每次洞河仙府开启 都会吸引无数的天骄的注意 各方的天骄云集参与到其中 一些顶级的势力也好 普通的散修也罢 都要前去洞河仙府寻求机缘 尤其是那些小势力的弟子 如果进入洞河仙府获得机缘 足以让他们崛起 如果运气好一点 说不定就可以快速崛起 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很多人都是在洞河仙府之中 获得了机缘 从此快速地崛起 洞河仙府开启的时间在即 天璇界都在议论这件事 同时也在议论 天璇界年轻一辈的天骄 比如敖天宇 方辰 秦天明 虎秋百等等 尤其是方辰是讨论的最多的 随着上次天骄盛会后 方辰被称之为天璇界的第一天骄 无人可挡 当然了 有人也会提起龙族的圣子敖青龙 只是很快就沉寂下去 传说中的龙族圣子 他敢从龙族出来吗 如果是龙族圣子有点实力 曾经也不会面对敖天宇的挑衅 不敢出来 我觉得妖族的第一天骄 应该是敖天宇 并不是龙族圣子敖青龙 那只是假象而已 其实龙族甚至并没有那么强 哈哈 说的有道理 不然敖青龙也不可能不出事了 这一次 也是我们人族扬眉吐气的时候 上一次我们人族大败 这次必然会找回颜面 有云天圣子方辰在 人族必将齐开得胜 这次必然能让我们人族扬眉吐气 像这一类的议论还有很多 上一次敖天宇落败 带给大家的震撼太大 云天圣子 这一次必然是我大放异彩之时 在一家客栈之中 听着大家的议论 萧云婷冷笑不已 阴冷的脸上仿佛覆盖着一层冰霜 全身的气息让旁人都褪比三射 现如今的萧云婷已经改头换面 有着托天魔宫的作用 让萧云婷的修为突飞猛进 徒儿 你还是要小心一些 你现在只是启明镜六重天 还很难打败方尘 何况你的托天魔宫 还要停歇一段时间才能修炼 不然会遭到反噬 明老感觉自己心很累 自从上一次败点了花梦影后 萧云婷仿佛着魔一般 为了击败花梦影与方尘 发疯一般修炼托天魔宫 这样效果虽然很好 修为也大幅度提高 只是吞噬强者本源太过频繁 还没有完全消化 又开始吞噬别人的本源 导致萧云婷的灵力十分博杂 如果萧云婷这样继续下去 那肯定会遭受反噬 深知这一点的明老 在不停地劝着萧云婷 师尊 这个我知道 只是我很想击败方尘 只能这么做 绝对不会停下脚步 萧云婷一脸阴沉地说道 她怎么可能不知道这些 只是一想到被发梦影碾压 还被羞辱 立马就让她疯狂起来 同时想到 花梦影远远不如方尘 更让萧云婷癫狂 徒儿 你得慢慢来啊 你现在修炼了托天魔宫 迟早有一天能超过方尘 现在只需要稳扎稳打 把基础打了 你这样稳扎稳打的修炼 不出百年时间 绝对可以超越方尘 如果你急于求成 想要快速地提升自己的实力 那是肯定会出问题的 还有你最近出手的次数太过频繁 已经引起了一些势力的注意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 很可能被人发现端倪 到时候你就举世皆迪 无法在天旋界生存下去 明老苦口婆心地劝说道 现在萧云婷的做法 着实让她担忧 为了提升实力 可谓是不择手段 而且没有半分克制的意思 导致被人觉察到了 不久之前 就被一方势力觉察到 遭受对方的追杀 如果不是他们躲避及时的话 将会陷入一番苦战 师尊 我知道了 萧云婷阴沉着脸说道 你知道个屁啊 每次都是这句话 你以为为师好忽悠吗 明老心中愤怒不已 真想好好地呵斥萧云婷一顿 可是想到萧云婷背后的萧重楼 明老立马就怂了 要是彻底与萧云婷撕破脸 那么她的希望就彻底破灭了 所以在恢复肉身之前 她还是必须耐心地劝说 她已经想好了 一旦自己恢复过来 就立马与萧云婷撇开关系 划清界限 在洞和仙府开启之前 不能使用脱天魔宫吞噬其他人的本源 先将体内的本源转化为自己的力量 如果不这样 一旦你的身体还存在着其他人的本源 这样会导致 你在洞和仙府之中 无法发挥出自身的实力 哪怕是面对同境界的天骄 你也不是对手 明老有些生气 语气冰冷道 师尊 我知道了 听见明老的话 萧云婷心中猛然一阵 她还是第一次见到 明老用这样的语气跟她说话 她立马就怂了 不过她也知道 明老说的是事实 如果不将体内博杂的本源 化为自身的力量 确实在全力战斗的时候 发挥不出自身的实力 还有很大的几率遭受反噬 就在此时 周围的空间出现一阵涟漪 随即一名儒雅的中年男子凭空出现 坐在了萧云婷的对面 看见这名中年男子 萧云婷神情波澜不惊 不卑不喜 你居然这副神情 这让我很伤心 萧重楼满脸笑容道 脸上看不出半点伤心的神情 随即萧重楼打量着萧云婷 笑着说道 没想到你已经提升到了 启明经六重天的境界 看来最近的提升不小了 拖天魔宫的提升效果明显吧 不过你体内的杂志过多 接下来这段时间 不能再用拖天魔宫 去吞噬其他人的本源了 萧重楼一眼就看出了萧云婷的底细 说出来的话 基本上跟明老差不多 你来到这里 想必不是跟我说这些的话的吧 萧云婷不由皱起了眉头 有些不耐烦起来 就算知道了真相 萧云婷对萧重楼也十分厌恶 并没有将对方当成自己的父亲 萧重楼也毫不在意 当然说道 这是当然 你想不想成为这天下的最瞩目的天骄 想不想修为更快一些 你如果想的话 天玄界的那些天骄 将会成为你的电脚石 比如秦天明 熬天宇 虎秋百等等 你将踏着他们的身体 成为最瞩目的天骄 萧云婷听到这话 瞳孔猛然一缩 全身不由一震 甚至连呼吸都急促起来 对于他来说 这些名字就如同一根刺一般 深深地扎在他的心中 同时对于他而言 萧重楼的话 也有着致命的诱惑 这些人无不是这天下 举世无双的天骄 天赋与战力 自然无可挑剔 如果能够将其中一人吞噬掉 彻底转化为自己的本源 他也将成为这世间 举世无双的天骄 你想要谁成为你的电脚石 看见萧云婷的反应 萧重楼十分满意 笑着问道 云天圣子方尘 萧云婷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最想吞噬谁 萧云婷会毫不犹豫选择方尘 如果他能够将方尘吞噬了 不止拥有方尘的天赋 以及战斗能力 同时还能成为云天圣地的圣子 一旦方尘陨落 云天圣子的位置就空了出来 凭借他的天赋 必然能成为云天圣子 果然你最想取代云天圣子 不过此人不好下手 你还是换一个吧 萧重楼笑道 你觉得耍我有意思吗 萧云婷脸色沉了下来 既然你都办不到 为何要说出来呢 这不是在耍他吗 这老家伙 你就等着吧 等我实力变强之后 你会后悔的 萧云婷心中暗自想到 我没必要耍你 只是想要斩杀云天圣子方尘 难度非常的大 而且很容易让你暴露 难道你不想在云天圣地待了吗 难道你不想成为云天圣子了吗 萧重楼反问道 他也不是不想斩杀方尘 而是他明白这事情无法实现 作为云天圣地的圣子 方尘身边还有一个 韩月剑仙李韩月 如今的李韩月 可是没有诅咒在身 是全圣时期的韩月剑仙 最重要的是 一旦对方尘动手 云天圣地的人 估计马上就会到来 他们也要面对云天圣地的打击 现如今天魔宗 难以抗衡云天圣地 所以萧重楼一开始 就没有打算对方尘下手 因为这根本就不划算 而且还很难实现 那你说说 除了云天圣子方尘以外 我还能选择谁 你别跟我说 没有一个是可以让我挑选的 萧云廷一脸不满道 他害怕这个 让他讨厌的人戏耍他 这倒不是 敖天鱼与云天圣子除外 其他的人都可以任你挑选 就算是大秦王朝的秦天明也行 就看你要如何选择了 萧重楼淡然说道 他对于萧云廷这个儿子 还是挺上心的 为了能让萧云廷快速地提升实力 都不惜一切代价 对这些大势力的圣子下手 要知道 那就是与这些大势力结下了血海深仇 会遭受到这些大势力的沉重打击 当然了 这一切他都不在乎 还别说 一时之间让萧云廷很难做出选择 敖天鱼与方尘 是年轻一辈之中最强的两位天骄 如果能够吞噬这两个人的本源 萧云廷直接可以一飞冲天 其他人的话 倒是要弱很多 比如人族这边的大秦王朝秦天明 与九阳圣子徐九阳 还有妖族之中的上古皇族 天骄虎秋白 巨英族圣子等等 这些天骄比起方尘与敖天宇 始终差了一个档次 等一下 人族有三大天骄 分别是云天圣地的方尘 大秦王朝的秦天明 还有一个是孔家的圣子 传闻孔家圣子天赋极高 战力极为惊人 丝毫不比敖天宇差 孔家的圣子怎么样 萧云廷抬起头 目光灼灼地看着萧重楼问道 既然孔家圣子被称为人族三大天骄之一 而且还是最神秘的那个人 所以对方必然有过人之处 哪怕是比不上方尘 至少要比秦天明要强吧 在萧云廷看来 秦天明就是人族三大天骄之中 最弱的那一个 萧重楼听后 不由一愣 显然没有料到 萧云廷要对孔家圣子动手 随即萧重楼摇了摇头道 不是我办不到 而是孔家圣者太过神秘 一直都是隐世不出 待在孔家圣地之中 我根本就没有办法斩杀此人 除非我能够像凤凰族一样 联合其他上古皇族对其下手 这样才有可能斩杀孔家圣子 当然了 他如果行走于世 我们就有机会 不过从来没有听说过 孔家圣子行走于世 所以 你还是换一个人吧 这个孔家圣子 不好斩杀 这个孔家圣子 一直待在孔家圣地之中不出来 就算他们天魔宗 也没有办法 总不能杀到孔家圣地 将孔家圣子给斩杀了吧 那样的话 他们天魔宗付出的代价就大了 而且在人家圣地 你不一定能斩杀孔家圣子 那就没得选择了 就秦天明吧 萧云婷有些不耐烦道 说谁都行 其实谁都不行 这让他十分恼火 人族三大天骄 根本就没有选择 只能选择秦天明 好 萧重楼直接递给萧云婷一个令牌 开口道 你未必就不可以斩杀云天圣子 等你进入洞和仙府之后 会有人配合你 如果你与他们联手 能够斩杀云天圣子 那么你就得偿所愿了 如果没有机会 那就将秦天明斩杀了吧 如果连斩杀秦天明都失败了 等到他离开洞和仙府 我将会亲自出手 让你吞噬他的本源 想要斩杀方尘 就要看你的运气了 不过想要斩杀秦天明 必然万无一失 这一点 我可以向你保证 萧重楼一脸淡然道 对此 萧重楼有着绝对的信心 只要不是云天圣地这种大势力 他就有绝对的把握 一般的势力 他还不放在眼中 希望你不是在说大话 萧云婷自然不是小孩 并不是别人说啥就信啥 萧重楼说的胜券在握 仿佛一切都在掌控中一般 其实到底能不能成还不好说 如果是以前的话 萧云婷绝对不会信 而且转身就走不会多说一句话 可是一想到方尘的身份与实力 再加上秦天明的天赋摆在那里 这不得不让萧云婷冒险一事 就算秦天明的天赋比不上方尘 但也是人族三大天交之一啊 这天赋绝对是在一般天交之上 所以 萧云婷愿意相信萧重楼一次 如果能够吞噬掉秦天明的本源 那他的实力与天赋将会大幅度提升 日后吞噬更多的天交 或许有一天能够超越方尘 甚至将其狠狠地踩在脚下 我只有你这么一个儿子 我会尽全力帮你提升实力 希望你别辜负为父的期望就好 萧重楼意味深长道 随即他的身影虚化 然后消失在空中 萧重楼离开后 周围又恢复了正常 萧重楼又来了 明老感受到那股力量 小心地问道 不错 他要帮助我斩杀秦天明 吞噬他的本源 萧云婷淡然说道 帮你斩杀秦天明 明老全身一震 不可思议道 秦天明那可是人族三大天交之一 就算天赋与实力 不如方尘在整个天玄界 也是顶级的天赋 如果萧云婷能够吞噬其本源 那必然能够一飞冲天 天赋与实力 也能达到顶级天交的行列 只是明老觉得这有些不妥 萧重楼帮助你斩杀秦天明 对你倒是很不错 只是你想过后果没有 斩杀的秦天明 将会引起大秦王朝秦皇的震怒 整个大秦王朝都会追杀你 还有 你的身份也很可能暴露 我知道你想说 自己会隐匿气息 不让别人发现 就算是这样 也未必不会被人发现 那些大势力的耳部遍布天下 尤其是还有幽灵殿的存在 很可能会暴露这一切 秦天明陨落之后 秦皇必然会不惜一切代价 找到凶手 然后再斩杀凶手 萧重楼是不怕 可是你就危险了 一旦身份暴露的话 你将会面临整个大秦王朝的追杀 还有斩杀秦天明 未必就能够成功 萧重楼虽然实力强大 可是秦天明身份可不简单 守护者的实力必然极为厉害 就算是你父亲萧重楼亲自出手 都未必能击败对方 况且一旦交锋 大秦王朝的强者 会第一时间过来支援 到那时 你不止得不到秦天明的本源 反而还会暴露自己 我个人的建议是 你不要去冒险 慢慢提升自己 迟早有一天 你能超越方程的 明老仔细地分析道 如果能够吞噬掉秦天明的本源 萧云婷自然能够快速起飞 可是这样的危险系数太大 而且影响也太大了 明老还是觉得稳妥一些比较好 猥琐起来慢慢发育 虽然需要的时间很长 可是这是最保险的方法 当你成为顶级强者 就算是被人发现 修炼了托天魔工 也奈何不了你 师尊 你的担忧我知道 只是秦天明对我太过重要 如果能够将他的本源吞噬掉 我与方程的差距 就会快速地拉近 况且 如果不冒险的话 是永远无法获得大纪元的 就好比这一次的洞和仙府开启 进入其中自然有危险 可是还是有无数的天骄趋之若鹜 如果不去冒险 是很难成为这世间的顶级强者的 何况我的目标 还是想要将方程踩在脚下 有很多事情 必须要去冒险 萧云婷明白明老的担忧 可就是不听 在他看来 这样虽然冒险一点 可是收获却是巨大的 如果能够吞噬秦天明的本源 他也能够成为人族三大天骄之一 取代秦天明的位置 世尊 你经常给我说要抓住机遇 现在机遇就摆在我的面前 我自然要抓住 如果错过的话 或许我会遗憾一辈子 况且 修行托天魔宫本身就是与世为敌 现如今只是提前了一点而已 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内心 没有与世接敌的意志 如何成就无上的大道 萧云婷慷慨激昂地说道 在刚才萧重楼说帮他的时候 萧云婷就做出了选择 现在自然不会听取明老的意见 这样的机会对他而言是求之不得的 自然不会放弃 如果错过这样的机会 他会后悔一辈子 好吧 你自己决定就行 明老叹了一口气 神情复杂道 萧云婷这番话说的也有道理 想要获得大机缘 那自然需要冒险 就好比这次洞和仙府开启 必然有很多人在其中丢掉性命 可是还是有无数人趋之若鹜 就是这个道理 有时候 危险与机缘是并存的 况且 这一次 萧重楼还要帮助萧云婷 让萧云婷想要拼一次 也是很正常的 正因为明白这些 明老并没有再去劝说萧云婷 因为他心中明白 萧云婷已经做了决定 就算再劝说 也不会改变主意 或许是应该考虑坏人了 明老心中琢磨道 萧云婷这人实在是太危险了 不是在招惹人 就是在招惹人的路上 而且 招惹的对象都不简单 明老担心 有一天 这个萧云婷 会带着他一起去送死 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 明老不得不为自己考虑退路 与萧云婷待在一起 待在一起的结局 几乎可以预见 当他对秦天明下手之后 明老就能够想到 萧云婷将会面临怎样的局面 如果是一般势力还好 特么的 这是大清王朝啊 这让他怎么办 哪怕他全盛时期 也要忌惮这样的大势力啊 何况他现在只剩下一缕残魂 云天圣地 李寒月带着林洛威来到大殿 然后就离开了 徒儿 你回来了呀 云天圣主白洛央看着林洛威 神情有些复杂到 为师这一次叫你回来 是有事情要询问你 林洛威站在那里说道 师尊 有什么事你就问吧 我想问你 与方臣的事情 你们现在到底是什么关系 白洛央沉阴片刻 开口问道 此话一出 林洛威神情僵硬下来 深吸一口气 无奈道 关系很一般 或许连一般弟子之间的关系 都比不上吧 在知道方臣的心声后 林洛威心中知道 自己与方臣的关系 早就不负从前了 你们为什么会这样呢 几年前我离开圣地之时 还看见你们俩的关系 极为不错 白洛央皱起了眉头 他想知道事情的真相 他就两个徒弟 不能让两个徒弟关系这样 师尊 这一切都不怪师兄 一切都是我的错 曾经师兄路过 我们林家就吓了我 我误以为是师兄 灭了我们林家 一直是师兄为灭族仇人 师兄知道后 就彻底与弟子 划清了界限 林洛威老实说道 他也没有任何隐藏 更没有添油加醋 把事实原原本本地 说了出来 听到这话 云天圣主也被震惊到了 他没想到 两人居然还有这样的事情 知道情况后 白洛央也不好劝说什么 这件事 确实是林洛威做的不对 以前你对方尘爱答不理 原来都是因为这些 白洛央难难自语道 之前他还有些疑惑 方尘各方面都极为优秀 还是云天圣地的圣子 挑不出半点毛病 可是林洛威对这位师兄 却爱答不理 原来是误认为 方尘是他的仇人 也难怪方尘彻底 与林洛威划清了界限 显然方尘被伤透了 师尊 这一切都是弟子的错 弟子恩将仇报 以后会好好弥补师兄的 林洛威低着脑袋说道 他也知道自己这事情 做得很过分 你这段时间 不要与你师兄过多接触 等过段时间 你师兄心情平复之后 再与他接触吧 白洛央摆了白手道 他还以为只是一个 简单的误会 没想到误会这么大 换成是他估计也同方尘一样 是 师尊 林洛威点了点头道 洞和仙府即将开启 你回去准备吧 希望这次洞和仙府之行 有所收获 云天圣主白洛央说道 是 师尊 林洛威恭敬说道 随即退出了大殿 随即李寒月就走了出来 淡然说道 这事情 你准备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只能任期发展 尘儿会不会原谅洛威 这就看洛威自己了 我们也不好干涉这件事 白洛央叹了一口气道 这是他们两人的事情 就算他是师尊 也不太好干涉 尤其是对方尘来说 一旦他干涉 方尘心中肯定不舒服 而且这件事 云天圣主也不愿意牵扯其中 就算他极为宠溺林洛威 心中也明白 这是林洛威有错在先 说的难听一点 人家是你的救命恩人 你却恩将仇报 换成是他也受不了 林洛威回到云天圣地 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 方尘一如既往地待在圣灵峰 这段时间倒是过得悠闲自在 不过这几个月 他的修为也达到了 归须静九中天 距离圣人静也只有一步之遥 虽然百烂的奖励很多 可是迟迟不突破 只差灵门一脚 也是一个事情 方尘估量了一下 经过洞河仙府这段剧情 他基本上可以突破到圣人静 达到圣人静后 其实也算是脱离了天交的层次 也算是迈入了顶级强者之列 这一天 云天圣地正在准备 马上就要前往洞河仙府了 圣灵峰上 叶无双如同往日一般 在练习剑法 娇小的身影 在吃力地挥动着手中的长剑 不过比起之前 长剑倒是挥舞的虎虎声威 有了几分架势 经过数个月的修炼 他的修为也突飞猛进 此时已经迈入了 第二静灵圆镜七重天 几个月时间 就从一名普通人 修炼到了第二静灵圆镜七重天 这修炼速度不可谓不快 方尘哥哥 你与孟颖姐姐 要离开圣灵峰吗 看见方尘与花孟颖收拾东西 叶无双放下手中的长剑 开口问道 不错 我们要离开一段时间 花孟颖听下手中的事情 一脸宠溺地摸着叶无双的脑袋 笑着说道 你在家里面好好练剑 好的 孟颖姐姐 放心好了 等你们回来之后 我肯定已经踏入第三境神海境了 叶无双无比认真道 好 姐姐自然相信你 花孟颖一脸宠溺地说道 无双 这一次 你跟我们一起去吧 方尘突然想起 在洞河仙府之中 有一个极为不错的剑道传承 非常适合叶无双 在原柱之中 这个剑道传承 被一个剑宗的弟子获得 这让其以后 成为了一名剑道强者 现如今 他既然知道这个机缘 自然会帮叶无双得到 本来叶无双就是无双剑星体制 这个剑道传承 简直为他量身定做一般 方尘哥哥 这小猫 无双跟着你们一起去 会不会拖你们的后腿啊 如果可以 跟着方尘与花孟颖一起前去 叶无双自然开心 可是 想到自己的修为那么弱 去了之后 肯定会拖后腿 他就不想去了 有你方尘哥哥在 你还怕什么呢 你方尘哥哥 可以镇压一切 保护你自然不在话下 方尘笑着说道 他也并非是在吹嘘 现如今拥有这样的实力 确实没几个人是他的对手 好 那我就跟方尘哥哥 与孟颖姐姐一起去 叶无双雀跃起来 满心欢喜 方尘淡然一笑 也没有再说什么 一艘飞船 载着云天圣地的弟子 向洞河仙府的方向去 这一次带队的是大长老 大长老 还真是少见 这一次居然是你来带队 方尘带着花梦颖等人 来到大长老的面前 笑着说道 虽然他可以用其他方式过去 不过方尘懒得那样做 而且没有必要 反正只是赶路的交通工具 他也没必要刻意装什么 圣子殿下 这也没有办法 圣主可是点名道姓让我去 我不得不去啊 大长老一脸无奈道 他本来准备又去闭关 谁知道被云天圣主叫了过去 直接告诉他 让他带队去一趟洞河仙府 因为他与三长老都闭关上千年了 什么事情都没做 着实不好意思拒绝 最重要的是 圣主白洛央的压迫 在实力强大 手段众多的圣主面前 他哪里敢拒绝啊 老夫还想着继续闭关 圣子殿下这次回去后 你一定要帮我在圣主面前美言几句 我还想闭关一段时间 老夫已经触碰到一点门槛了 估计要不了多久就能够突破 大长老满脸稀奇地看着方尘 现如今 云天圣地之中能与圣主说上话的 除了李寒月之外就是方尘了 只是李寒月根本不搭理他 所以大长老只能祈求方尘了 大长老 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 只是闭关千年实在有些不妥 加上你上一次也是这样说的 说很快就会出关 可是一闭关就是上千年 说实话 我也不好在圣主面前给你美言 最关键的是 你也知道我师尊是一个说一不二的人 他既然这么说了 那肯定会那么做 谁去说都一样 所以大长老 你还是在外面多主持一些事情 以后有时间再去闭关吧 方尘贪了贪手 一脸爱莫能助的模样 大长老叹了叹气 也是一脸无奈 整个人仿佛失去了生命 一般成为了行尸走路 不能让他闭关修炼 还不如杀了他 不得不说 大长老就是一个修炼狂人 落泽山脉 位于中州神土的一座山脉 以前这座山脉人际罕见 很少有人过来 而现在这里人山人海 原因很简单 是因为洞河仙府即将开启 现如今在落泽山脉的上空 汇聚了各方势力的人 很多都是明冻天下的天骄 洞河仙府的开启 几乎把天玄界所有的天骄 都吸引了过来 九阳圣地的人也到了 一到惊呼响起 所有的人的目光 都被吸引了过去 一时之间 一艘巨大的飞船出现在空中 在飞船的船头上 站着一位青年 青年气宇轩昂 全身上下散发出一股强大的气势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九阳圣子徐九阳 九阳圣子 徐九阳来了 这位圣子不简单 曾经击败了巨英族的圣子 殷天孝 又是一位顶级的天骄来了 哈哈 这位九阳圣子徐九阳 绝对可以排在前十大天骄之列 哈哈 不知道这次洞河仙府之行 哪些天骄可以排在前十 哪位天骄能夺得第一 这还用说 自然是云天圣子了 第一必然是他 我觉得不好说 上一次云天圣子 与敖天宇不分伯仲 这一次 敖天宇如果修为精进 或许能打败云天圣子 况且 洞河仙府的排名 也不是看个人实力 话虽然是这么说 可是我还是觉得 云天圣子 必然能排在天骄榜第一 在洞河仙府之中 有着特定的试炼 通过试炼之后 将会获得相应的积分 天骄榜的排名 也是按照积分来排的 在天骄榜前十的天骄 将会获得特殊的奖励 至于是何种奖励 无人得知 因为每一次 获得奖励都不同 有可能是强大的神兵 也有可能是强大的功法 还有可能是一些丹药之类的 所以 任何的奖励都有可能 不过天骄榜越靠前的天骄 获得的奖励越好 九阳圣子徐九阳 殷天孝目光冷冽 死死地盯着不远处的九阳圣子 这一次 我殷天孝必然会打败你 上次他输给了九阳圣子 让他心中十分憋屈 因为他自身的修为境界 要比对方高 这是他无法接受的 而且 因为他输了的缘故 导致很多人 觉得他们妖族天骄落败 都是因为他 这让任天孝心中非常不爽 又不是他一个人输了 熬天宇不是也输了吗 你是鸟人 不要学狗一样哇哇叫 九阳圣子冷笑道 一句话直接把仇恨拉满 让任天孝气得直跺脚 九阳圣子 继承了九阳圣地的一贯作风 绝对出口成章 一出口 绝对有人想要暴揍他们一顿 混蛋 有种再说一遍 阴天孝强忍着怒火 愤怒地看着九阳圣子 此话一出 别说是九阳圣子了 周围的人都被震惊到了 连同巨阴族的圣人进强者 也都傻眼了 这家伙该不会是气疯了吧 居然说出这样的话来 九阳圣子满脸古怪地看着阴天孝 嘀咕道 我不跟脑子有问题的家伙说话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找骂的 还是说 本圣子的嘴是开了光的 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 可以破了别人的心境 九阳圣子贼兮兮地说道 此话一出 很多人忍不住看向阴天孝 与九阳圣子 看见阴天孝还要说话 巨阴族的圣人进强者 急忙出手制止了对方 九阳圣子的嘴巴就是厉害 不知道能不能让云天圣子 心境被破 如果他能够破了云天圣子的心境 那我绝对佩服他 哈哈 这个阴天孝 确实脑子有问题 一两句话就被破心境了 周围众人议论起来 听到这话 阴天孝脸色阴沉得厉害 后来瞥了一眼九阳圣子 淡然说道 你是否能破云天圣子的心境 我不知道 可是我知道 只要云天圣子开口 你的心境就没了 哈哈 我觉得秦天明说的很有道理 上次云天圣子一开口 九阳圣子直接吃扁 天云宗的高小梁 笑着说道 各位道友 好久不见了 当初我们天交圣会上的几个人 就剩下云天圣子没到了 宋家天交宋缺也走了出来 笑道 几人都是同龄人 而且在天交圣会上面并肩作战 关系自然不错 云天圣地的速度一向都很慢 估计还要等一下 而且熬天鱼也还没有到 这两大势力一向都这样 不会提前来也不会晚来 只会刚刚好 九阳圣子淡然说道 你们倒是来得很早 这次我们上古皇族 绝对不会再输了 这一次我们绝对要一雪前耻 虎族圣子虎秋白站在空中 俯视着众人冷声道 上次好像你们也说过同样的话 结果还不是惨败 九阳圣子冷笑道 那只是意外 而如今我们已经今非昔比了 是不可能再输的 虎秋白一脸平淡道 这一次你们人族没有任何机会 你们人族依旧惨败 哈哈 曾经那是因为我没有参加 这一次有我在 我们人族必然能齐开得上 一道淡漠的声音响起 众人寻声看去 一道冷峻的身影 站在宋家天交宋缺的旁边 只见这名青年一席轻衣 神情冷峻 有着一股极强的气势 只单凭这股气势都让人心悸 宋家圣子 宋青云 看来也不过如此 比起云天圣子来差很多 虎秋白扫了一眼对方 淡然道 甚至 比上人族三大天交之一的擎天明 都要逊色很多 与九阳圣子差不多 不过 你也别沮丧 至少比阴天孝 那个废物要强很多 此话一出 周围陷入了沉寂 不少人张大的嘴巴 目光呆滞 这个虎秋百不开口则已 一开口震惊四座 直接得罪了在场的很多天交 除了擎天明外 其他的天交 好像都得罪了 哪怕是阴天孝 也无法庆免 我真的有些同情阴天孝了 对方实在太惨了 直接被所有天交践踏 我猜想 阴天孝一定很后悔 为何之前要输给九阳圣子呢 要是不输给九阳圣子 他肯定不是垫底的 换做事我也生气啊 直接被虎足圣子说成废物 我觉得这位虎足圣子的嘴 倒是可以与九阳圣子相媲美 我倒是觉得 九阳圣子的嘴更见一些 这一点我赞同 所有人都傻眼了 虎秋百这几句话 把在场的天交都得罪了一遍 仿佛再说 在场的各位都是垃圾 胡说 什么跟我差不多 这家伙怎么可能与我相提并论 我怎么也是 与秦天明同等级的天交 九阳圣子冷声说道 显然对于虎秋百的说法极为不满 什么跟他差不多 这说的他好差一般 这个宋家的圣子 怎么可能与他相提并论 九阳圣子 你与我相比 难道还委屈你了 宋家圣子宋青云 沉声说道 显然他强忍着怒火 没有发泄出来 那是自然 九阳圣子看了一眼宋家圣子 但然道 你跟那个殷天孝差不多 很可能比他还差一点 此话一出 宋家圣子与殷天孝怒火中烧 死死地盯着九阳圣子 你这话是何意 两位别这么盯着我 这话可不是我先说的 如果你们要怪 就怪那位虎族圣子吧 太虎了 而且我这话虽然说得重了一点 不过却是实话 殷天孝你也别动怒 最起码 你比有些人要强 九阳圣子一脸委屈地说道 仿佛受到了极大的冤枉一般 九阳圣子嘴见的毛病 看来是有传承的呀 有些强者感叹道 他们从九阳圣子的身上 仿佛看到了九阳圣子的众人 几乎是完全一样 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周围的天骄 被九阳圣子感到佩服 果然还是需要他来才行 落泽山脉之中 在一座山峰之上 萧云婷看着这边的争斗 没有一点情绪波动 不同于其他人 他对这些所谓的天骄 一点都不感兴趣 因为这些人不是他的目标 唯有方陈宇敖天宇 才是他的目标 才是他最大的敌人 空间一阵波动 两道身影出现在他面前 其中一人正是萧重楼 而在他的旁边 还有一名身材魁梧的男子 这名男子身材高大 尤其是有一双紫黑色的眼睛 看起来诡异无比 仿佛能够射人心魄一般 对于萧重楼凭空出现 萧云婷波澜不惊 萧云婷 这位是模子莫无商 也是你这次动和仙府之行的伙伴 他会帮助你 斩杀云天圣子与秦天明 萧重楼笑着介绍道 听到这话 萧云婷看向旁边的莫无商道 我是萧云婷 莫无商看向萧云婷 不由皱起了眉头 一脸俱要道 这就是你给我找的扑从 修为实在太差了 在动和仙府之中 无法帮到我分好 这也难怪莫无商会这样说 对比他的修为 萧云婷的修为实在是太低了 只是启明镜 而莫无商早已经达到了归须境 还是归须境气重天 两人的修为对比起来根本 就不是在一个层次 模子还请稍安无躁 别看他修为低 可是战斗力却极强 一般的归须境强者 还不是他的对手 萧重楼也没有生气 开口解释道 一旁的萧云婷 不由皱起了眉头 神情也冷了下来 这个莫无商实在是太傲慢了 根本看不起人 这让他心中极为恼怒 这也让他想起了曾经的方辰 也是跟这个莫无商一样 根本就看不起他 要是方辰在这里 估计就要喊冤了 哥妈的 老子又没有见过你 什么时候看不起你了 不过萧云婷也不是什么愣头青 已经历练了这么长时间 再加上明老的针针教导 让他懂得了隐忍 请问这有什么用 在洞和仙府之中的人 哪一个不是归须尽修为 哪一个不是天骄 就凭借他的实力 如何击败那些天骄 莫无商冷笑道 算了吧 反正只是一个仆从罢了 也不需要你出手 后续只要打扫战场就行 萧云婷的眼中 闪过一丝利涩 随即就隐藏了起来 故作唯唯诺诺 仿佛是真的仆从一样 他心中也知道 能让萧重楼这么对待的 对方的身份绝对不简单 而且他也需要对方的实力 让他在洞和仙府之中 莫实力变强之后 必杀这个莫无商 萧云婷的眼中闪过一丝冷色 直接将莫无商 拉入了死亡名单之中 云天圣子与傲天宇在哪里 我倒要看一下 这两个天玄界的最强天骄 到底有什么实力 莫无商看向萧云婷 居高临下道 从莫无商傲慢的语气之中 不难听出他完全看不上 天玄界的这些天骄 这两人都不简单 他们所在的事例也不简单 一般都是最后才到 等一下模子 就能看见这两人了 萧仲楼回答道 萧云婷心中好奇 这个萧莫无商到底是什么人 能够让萧重楼这样 他也看出来了 萧重楼在这个莫无商面前 完全没有一点强者的姿态 听这个莫无商的语气 应该不是天玄界的人 那只有一种可能 对方是来自于天异魔狱 这个所谓的魔子 很可能是天异魔狱之中的天骄 极有可能是天异魔狱之中 这一代的最强天骄 如果我吞噬了这个莫无商的本源 吞噬了那些天魔 不知道会是怎样的结果 萧云婷心中想到 还别说 萧云婷对此很好奇 托天魔宫 可以吞噬任何圣灵的本源 将其转化为自身本源 估计效果也很不错 这个莫无商 绝对是天异魔狱 年轻一辈最强天骄之一 我吞噬他的本源 或许比秦天明更好 如果这家伙 死在洞和仙府之中 倒是可以吞噬他 萧云婷心中合计着 此时已经将这个莫无商 当成了他的猎物 此时又传来了轰动 一艘古老的飞船出现 在飞船的上面 有着一面旗帜 而在旗帜上面 有着两个硕大的字 云天 看到这两个字 众人立马意识到 是云天圣地的人来了 在飞船的头上 方尘与大长老战 在那里有说有笑 这个云天圣子 也不怎么样啊 莫无商看向方尘 满脸不屑道 在他的眼中 方尘平平无奇 没有任何出彩的地方 这样的人 也配称为天玄界的 最强天骄 看来天玄界是没人了 肖仲楼复合道 没有一点天魔宗宗主的威严 仿佛是这位 莫无商的仆人一般 就是这家伙 抢夺了我的阴阳圣铁 莫无商继续道 不错 就是此人 肖仲楼继续复合道 如果不是这个人 就是母指灵 获得阴阳圣体 据我所知 阴阳圣体 已经被云天圣子的 追随者获得了 而此时 方尘仿佛觉察到了什么 不由向远处看去 只见肖云廷 与一名身材高大的 怪异男子站在一起 莫无商 没想到这家伙也来了 方尘倒是有些诧异 这个莫无商的身份 可不简单 是天意魔宇中的天骄 虽然不是天意魔宇的 最强天骄 但是天赋 与实力极为强大 对方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那就是谋划 阴阳圣体之人 之前月下殿 与天魔宗的谋划 就是为了给莫无商 得到阴阳圣体 援助之中 莫无商在筹备 接受阴阳圣体 对方身 由于剧情发生变化 导致对方的计划失败 从此以后 莫无商不再准备 接收阴阳圣体 他是为了梦影来的 还是其他 方尘看了一眼 对方并没有过多的停留 他在想这个莫无商 来到这里 到底想要干什么 为了夺取花梦影的阴阳圣体吗 还是来复仇的 或者这两样都有 有趣 方尘目光闪烁 莫无商的出现 确实出乎了他的预料 不过洞和仙府之中 多了一个莫无商 倒是有趣多了 云天圣子 你总算来了 看见方尘到来 既然总算停止了争吵 看得过去 你就是云天圣子 看起来也很一般吧 宋家圣子宋青云 上下打量着方尘 满脸高傲到 此话一出 众人都傻眼了 不论是九阳圣子 还是虎族圣子虎秋白 都是这样 这个宋家圣子 这么骄傲吗 这么自视甚高 居然连方尘都不放在眼中 圣子 宋家天骄宋缺 拉拉拉宋青云的衣袖 让他别再继续说下去 你拿我做什么 难道我说错了吗 宋青云微微皱起了眉头 有些不满道 对方本来看起来平平无奇 没看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哈哈 本来以为雪景伦陨落之后 在这个世界上 就没有这么愚蠢的人了 没想到 今天又发现一个 九阳圣子大笑道 现在的宋家圣子宋青云 与曾经的雪景伦 倒是有几分相像 也是这么骄傲 不将天下天骄放在眼中 不过雪景伦还是要好一些 最起码懂得审视多度 看得清形式 起码知道 有些人能得罪 有些人不能得罪 虽然是欺软怕硬之辈 但是最起码有点眼力尽 可是这个宋家圣子 完全就是一个愣头青 分不清形式 极有可能在宋家之中待久了 没有出来走动 再加上自己在本家族之中 无敌惯了 不把天下人放在眼中 这样的天骄心态十分正常 大部分天骄在出世之前都是这样 不把天下天骄放在眼中 高小良沉思了片刻 开口道 这样的问题 我与其他人讨论过 可以归纳为天骄病 往往需要一些敲打 才能让对方明白过来 当然了 如果没有人敲打的话 就会让他觉得自己天下无敌了 不管是雪景伦 还是宋家圣子宋青云 如果他们所处的环境没有对手 就会让他们极度自信 觉得自己就是无敌的存在 从而 让他们拥有一颗无敌的道心 所向披靡 无人能阻挡 不过古往今来 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却寥寥无几 我想 宋家圣子应该没出来走动吧 虎秋百开口说道 温室中的花朵而已 简直不堪一击 一旦遭受到重创 会怀疑人生的 阴天笑冷笑道 像这种自视甚高的天骄 他见多了 像这样的天骄 如果遭受到挫折 会让他们一蹶不振 你们 众人的冷嘲热讽 让宋青云愤怒不已 下一刻 一股强大的威压 直接席卷而来 让宋青云站在那里动弹不动 面对这股威压 他就如同蝼蚁一般 根本无法抵挡 不要那么激动 洞和仙府即将开启 不要在这个地方浪费力气 你如果出手 反而中了他人的圈套 何况被嘲讽也没什么 谁都经历过被人嘲讽 只当他们不存在就行 你只需要进入洞和仙府之后 用自己的拳头反击就好 让他们知道嘲讽你的下场 这样一来 他们以后就不敢再嘲讽你了 你看那阴天孝 曾经跟你差不多 什么也都不怕 不将任何人放在眼中 就因为输给了九阳圣子 现在都不敢嘲讽九阳圣子了 方尘一脸温和地说道 让人看了如沐春风一般 极为舒服 唯独阴天孝 脸色阴沉 自从上次输给九阳圣子后 他就被人轻视 时不时被人拿出来 当作反面教材 这让阴天孝愤怒不已 下定决心 进入洞和仙府后 必然要打败九阳圣子 拿回失去的一切 宋青云微微皱起了眉头 看着满脸温和的方尘 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 他心中难以理解 看起来平平无奇的方尘 居然仅凭一丝气息 就将他镇压了 在他的面前 自己如同蝼蚁一般 甚至连动弹一下的资格都没有 此时此刻 宋青云如坠冰窖 完全无法相信这一切 在准备出事之时 他已经做好了 横扫所有天骄的准备 什么熬天雨 什么云天圣子 在他看来都不是自己的对手 他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他才是最强天骄 可是事实却给了他沉重一击 云天圣子仅凭气势 就镇压了他 看见宋青云恢复过来 方尘也收回了气势 云天圣子 如果对方输了怎么办 岂不是会让对方的道心崩塌 九阳圣子不怀好意道 输了还能怎么办 难道输了 就要寻死觅活吗 如果这样的话 阴天孝早就抹脖子自杀了 修行意图要有坚韧的道心 唯有百折不挠的人 才能成为强者 方尘毫不在意地说道 阴天孝听到这话 整个人都不好了 怎么又拿他当反面教材 今天他感觉自己 躺枪了很多次 等一下 这九阳圣子完全是故意的 阴天孝好像想到了什么 死死地盯着九阳圣子 果然 这九阳圣子一脸坏笑 好像猜到方尘会这样说 所以才故意提出这样的问题 就是想要背刺一下他 九阳圣子 你这个混蛋 我必须打败你 阴天孝愤怒不已 同时也有些后悔 当初为何就输给了这个家伙 输给谁都不能输给 这个嘴尖的九阳圣子 哪怕是输给秦天明 最起码秦天明 不会到处乱说他坏话 而且 秦天明也不是九阳圣子 这么嘴尖之人 时不时地就把他挂在嘴上 生怕别人不知道 他输给了对方一般 云天圣子 你也输过 宋青云下意识地问道 他看见方尘说得头头是道 心中也生起了一股希望 满脸蜥蜴地看着方尘 如果方尘也输过的话 那确实没有什么 听到这话 众人心中不由咯噔一下 很多天交都觉得 这个问题有些熟悉 好像在天交圣会上 就有人问过 这倒没有 不过 之前有人嘲讽过我 后来全都被我的魅力折服了 方尘满脸温和的笑容 你说得这么云淡风轻 这么头头是道 我还以为你 曾经经历过 宋青云神情僵硬道 主要我是见得多了 站在对手的立场上 自然理解的也多 不过 我也很希望有人 能让我一败 让我好生体验一番 方尘笑着说道 众人听后 一阵无语 那些年轻的天交还好 老一辈的强者 直接无语死了 你都凭借一丝气势 将对方镇压了 还问别人这个问题干什么 让别人打败你 这不是嘲讽是什么 宋青云的神情僵硬了下来 心情十分复杂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不过心中并没有愤怒与仇恨 只是有一种极为复杂的情绪 他很想打败方尘 狠狠地打对方的脸 可是仅凭刚才的一丝威压 他就像泄气的气球一般 全身无力 这云天圣子 怎么跟九阳圣地的人那么像啊 一名强者无情地吐槽道 我们九阳圣地 可没有这么无耻之人 紫阳真人立马反驳道 他们倒是想云天圣子 是他们圣地的人 显然云天圣地不答应啊 还有这说的是什么话 什么叫像他们九阳圣地的人 他们九阳圣地 就这么无耻吗 这完全是在恶心人啊 试问天玄界谁不知道 他们九阳圣地 全是一些憨厚老实之人 云天圣子 倒是与其他天骄不同 先不谈天赋与实力 就说这份心性 就不是其他天骄可比的 有着这么好的天赋与实力 却不骄傲自大 确实是其他天骄无法比的 一名老者惊讶道 绝大部分的天骄 因为从小被万人敬仰 被众星捧月 导致他们极为自负 很少将他人放在眼中 尤其是那种没有出世的天骄 更是这样 就好比如今的宋青云 可是方臣却不同 没有自视甚高与自命不凡 看起来与普通的修士一样 他怎么没有天骄病 他与其他天骄不同 他将自己的骄傲 隐藏在内心深处 这是一种傲骨 只存在自己心中 反而其他的天骄 把这些表露了出来 紫阳真人沉声说道 别人看不出来 他怎么会看不出来了 就在众人议论之时 一道轰鸣声响起 下一刻 前方的天空之中 出现了一阵空间波动 随即一个漩涡出现 洞和仙府开启了 众人寻声看去 目光全都看向那边 很快 那边就出现一个通道 显然是通往洞和仙府 方臣没有犹豫 直接带着花梦影 与叶无双 化为一道流光 直接向那边而去 进入那条通道之中 其他的天骄也紧随其后 一时之间 无数的天骄 犹如飞蛾扑火一般 全都向那条通道涌去 同时 莫无商与萧云亭 也直接动身 直接向通道而去 不过他们 倒是很低调 悄无声息地进入通道之中 他们也不想让 更多的人发现 主要这里的强者众多 如果太过高调 一旦气息暴露出去 很可能身份就会曝光 一旦曝光 后果不堪设想 进入洞和仙府之中 这里是碧海蓝天 在无尽的大海之中 有着无数座岛屿 方臣进来之后 扫了一圈 直接带着花梦影 与叶无双 向大海的深处飞去 因为那里 是他的目标之一 那里 拥有强大的剑道传承 方臣对于面前的场景 其实并不陌生 这里有过详细的描述 在大海之中的 这些岛屿之中 有着很多机缘 有些是很一般的机缘 有些却是 极为惊艳的大机缘 比如 方臣接下来要去的地方 那里有强大的剑道传承 也是无数岛屿之中的一个 在洞和仙府之中 还有好几个 极为重要的大机缘 分布在这些岛屿之中 只是原著之中 也只描述了 两三个大机缘 其他的倒是没有多描写 方臣自然不会将 这里的全部机缘都收下 因为有很多是主要剧情 如果他收下之后 就会少获得很多奖励 况且 那些大机缘 对他也没多大的作用 与其这样 还不如获得百烂奖励 很快 方臣就带着花梦影 与夜无双 来到一座岛屿的上空 这座岛屿极为特殊 有着一座高耸入云的大山 这座山犹如常见一般 直冲云霄 锋芒毕露 同时还有若有若无的 建议散发出来 方臣的目标 就是这座岛屿 因为在岛屿的宫殿之中 有着强大的剑道传承 当方臣踏足这座岛屿之上 岛屿顿时地动山摇 剧烈地晃动了起来 在宫殿的前方 大地直接裂开 无数裂痕向四周蔓延开来 轰的一声 整个大地直接裂开 一道凶兽冲天起 强大的气息直接散开 归须近期冲天 这是一头极为强大的凶兽 同时 这头凶兽极为特别 背上长满了长剑一般的东西 看起来就像是一只大型的刺猬一般 这是一头剑矢兽 全身上下 犹如一柄长剑一般 锋芒毕露 同时还散发着一股强大的剑意 归须近 花梦颖脸色猛然一变 他怎么也没想到 这头凶兽 实力居然这么强大 倒是叶无双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凶兽 很是好奇 没有一点慌乱 面对剑矢兽袭来 方臣一脸淡然 直接一掌拍了出去 一道掌印出现 看起来平淡无奇 没有任何威能 其实 其中蕴含着恐怖的力量 只是影而不发而已 那头强大的剑矢兽 在这一掌之下 直接被镇压 下一刻 一声轰鸣声响起 这头剑矢兽 直接在空中炸开 在剑矢兽陨落前 一脸震惊地看着方臣 好像没有料到 方臣会这么强 只是随手一击就斩杀了他 没有了剑矢兽的阻拦 方臣带着花梦颖 与叶无双畅通无阻 很快就带着两人来到 一座大殿面前 不过大殿的大门紧闭着 这是一位准递进强者的剑矢兽传承 有着准递进强者的剑矢兽感悟 同时还有准递进强者的修炼功法秘书 在援助之中 那名剑宗的弟子 凭借着这个剑矢传承快速地崛起 成为了坐镇一方的强者 最终成为一名很有名气的剑矢强者 那位剑宗弟子虽然天赋不错 可是比起拥有无双剑星体制的叶无双而言 还是差了很多 虽然叶无双已经有了李寒月这位师尊 不过能够多一个传承 也多一个底牌 也能够让他快速地成长起来 无双 你赶紧进去 接受里面的传承吧 方尘指了指了前面的宫殿大门 开口说道 方尘哥哥 你不跟我一起进去吗 叶无双看向不远处宫殿的大门 略微有些犹豫道 这传承 只能一人去接受 我如果进去的话 你就不能接受这个传承了 方尘解释道 这座传承大殿极为特殊 只能一个人进入其中 如果进去的人多了 很可能会挑选更好的人 成为传承者 虽然叶无双拥有无双健兴体制 更加适合练习剑道 可是方尘是先天道体体制 这是其他体制无法比的 方尘哥哥 还有孟莹姐姐 要不你们去接受这个传承吧 这个传承非同小可 叶无双虽然年纪小 可是跟随方尘也有段时间了 自然有些见识 明白眼前这个传承定然非同小可 让你去你就去吧 这个传承根本就不适合我们 反而非常的适合你 你不是一直都想变强吗 现在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摆在面前 你怎么犹豫了呢 如果你不好好地把握住 以后很难有这样的大纪元 方尘非常耐心地解释到 他十分了解叶无双的星星 之所以推托 也是因为想要把这么好的传承给他们 无双 你方尘哥哥让你去 你就去吧 你方尘哥哥那么厉害 知道这里有强大的见到传承 那一定知道 洞和仙府之中还有其他的纪元 等你接受这个传承之后 我们再寻其他的机缘也不迟 花梦尹摸着叶无双的脑袋 笑着说道 叶无双见此 也没有再推托 点了点头 然后向宫殿的方向走去 当他来到宫殿大门前 大门之上立马散发出一道光芒 直接笼罩了叶无双 过了片刻 这座宫殿的大门开启 只见宫殿之中 剑意环绕 叶无双见此 回头看了方尘与花梦尹一眼 然后仿佛下定了某种决心 毅然决然地走了进去 随着叶无双的进入宫殿 大门也缓缓地关闭 看见宫殿大门关闭 方尘开口说道 无双接受传承 估计一时半会也出不来 我们先去其他地方寻找机缘吧 还有收集一些积分 在洞和仙府之中 积分十分重要 这涉及天交榜的排名 并非你的实力越强大 排名就越靠前 这需要你做一些特定的事 才能获得机会 让你有一个不错的天交榜排名 比如获得某种传承 就能够得到相应的积分 亦或者诛杀一些凶兽 也可以获得积分 虽然这个排名 不是以天赋与实力为依据 但是一些天赋与实力强大的天交 往往排在最前面 其实在洞和仙府之中 最容易获得积分的方式 那就是斩杀里面的生灵 这些生灵 基本上都是皇者境以上 最高已经达到了 龟虚境巅峰 甚至达到了圣人境的层次 一般的天交 很难将其击杀 所以获得积分最多的人 一般都是那些天赋极高 实力强大的天交 进入洞和仙府的这些天交 想要摸清里面的规则 其实并不难 里面的岛屿很多 可是与近来的天交相比 还是少了一些 自然而然 有些人为了争夺机缘 然后打了起来 方臣准备拿下一个机缘 这个机缘非常适合花梦影 是属于阴阳大道方面的机缘 他要寻找的机缘所在岛屿 都很明显 比如那位准递进的剑道传承 在岛屿之上 就有一座高耸入云 犹如一柄通天常见的山峰 还散发出若有若无的建议 给花梦影寻找的 阴阳大道方面的传承 也是这样 这座岛屿之上 有一个巨大的阴阳太极图案 看起来是两座岛屿 其实是一座 一些细小的地方 是连在一起的 等方臣来到这座岛屿的时候 这里已经汇聚了很多人 有人族的天交 也有妖族的天交 差不多有数十人 都在争夺这个机缘 同时 众人也激活了 这座岛屿之中的凶兽 那是一头 如同老虎一般的凶兽 毛发呈现出黑白双色 这头凶兽仰天咆哮 全身上下散发着恐怖的气息 一爪抓在地面上 直接让地面一阵晃动 出现了一道巨大的裂缝 有人被这头强大的凶兽拍中 直接当场陨落 混蛋 这凶兽太强大了 有归须近七重天的 强大凶兽镇守 什么时候洞壳仙斧 变得如此恐怖了 这么多人一起攻击 居然无法伤到凶兽分毫 这也太恐怖了吧 什么时候开始 洞和仙斧之行 变成地狱级的难度了呢 混蛋 想要获得这个机缘 还真不容易 除非是那种顶级的天骄才行 这么多人 居然奈何不了一头凶兽 而且其中 还有很多是归须近的天骄 然而面对一头归须近七重天的凶兽 居然不堪一击 这些天骄在这头凶兽面前 犹如虾兵蟹将 完全不是对手 有很多人已经死在了凶兽的手上 还有很多人已经重伤 与此同时 一道恐怖的威压 直接席卷而来 随即一只巨大的虎掌印 从天而降 直接拍在了凶兽的身上 将这头无比强大的凶兽拍飞了出去 下一刻 一道身影出现 居然是他 虎足圣子虎秋白 这下彻底没戏了 有这位 在这个机缘 完全与我们无缘 我们还是离开吧 反正又奈何不了 这头凶兽 看见虎秋白到来 这些人 心中一阵绝望 这头凶兽还没有解决 现在又来一个虎足圣子虎秋白 这下还怎么玩 如果只是一头凶兽 他们还可以凭借人多的优势 耗死对方 可是虎秋白一来的话 他们就彻底没有了机会 这位虎足圣子太过强大 只是散发出来的气势 都让这些人感到窒息 就在虎秋白准备对那头凶兽下手之时 一道温和的声音响起 各位道友 这里的机缘与我有缘 还请各位道友给个面子 把这个机缘让出来 一道极为温和的声音响起 让人如沐春风 并且大家对这道声音也不陌生 众人寻声看去 只见方尘带着花梦影飘然而来 方尘英俊潇洒 而花梦影倾国倾城 有如天仙一般 两人看起来完全是神仙眷侣 一下成为了所有人的焦点 云天圣子 众人心中猛然大震 没想到来 一个虎足圣子虎秋白还没有结束 居然又来了一个云天圣子 这到底是什么大机缘啊 居然引起这两位顶级天骄争抢 既然这机缘与云天圣子有缘 那么我就主动退出 不与之争抢了 云天圣子是我们人族的骄傲 我们自然不会与之争抢 当然会给他面子 既然这机缘与云天圣子有缘 那请云天圣子收下就是 不错不错 众人看见方尘到来 也知道这个机缘彻底与他们无缘 于是大家纷纷说道 在刚才虎秋白来之后 他们都没有这样的心思 毕竟虎秋白比起方尘来 还是要差了一些 还有就是 那头凶兽极为强大 他们一时半会也无法拿下 与其这样 还不如给云天圣子一个面子 我如果不答应呢 虎秋白脸色沉了下来 一脸不满道 他也知道 云天圣子方尘极为强大 可是他也是顶级天骄 也不是弱者 何况两人的地位都在同一阶层 没有道理怕方尘 同时他也想知道 自己与云天圣子到底有多大的差距 那我们就用实力说了算 方尘淡然笑道 一般的修士 或许看在他的身份上会给面子 可是虎秋百不同 毕竟是虎族圣子 无论天赋与实力与他相差 都不是很大 况且现在虎秋百一言一行 还代表着虎族 是上古皇族的颜面 他怎么可能屈服于方尘呢 要是在方尘面前丢了面子 那丢的是 他们虎族的颜面啊 果不其然 虎族圣子不答应 当然了 毕竟虎族圣子 代表着虎族的脸面 怎么可能把这个机缘 直接让给云天圣子 不错 虎族圣子与云天圣子 都是最顶级的天骄 两者交锋自然 不可能退缩 你们发现没有 虎族圣子 看起来非常自信 或许在上次天骄圣会之后 修为有所精进 这一次遇到 云天圣子 也想挑战一番 他修为有所精进 难道云天 圣子就停滞不前吗 而且我觉得云天圣子 比上次天骄圣会的时候 还要深不可测 不错 我也觉得 云天圣子技高一筹 这虎族圣子 不是对手 众人并没有离去 现如今 有热闹可看 他们自然是拉开 距离看热闹 虽然这个机缘 与他们无缘 但是这个热闹 还是可以一看 好 正合我一思 虎丘摆大声说道 那头凶兽看见方尘 与虎丘摆对峙着 仿佛没有将他 放在眼中一般 不由怒吼一声 直接向这边冲来 方尘见此 直接冷哼一声 一掌向凶兽拍去 这一掌看起来轻飘飘的 没有任何气势 可是不管是虎丘 摆或者是凶兽 都脸色猛然一变 下一刻 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 这一掌 直接拍在了凶兽的身上 而凶兽 直接炸裂开来 就这样 这头无比强大的凶兽 被方尘轻飘飘的 一拳斩杀了 众人看到这一幕 脸上满是难以置信 虎丘摆看到这一幕 也吓得心惊肉跳 深深地皱起了眉头 他刚才一掌拍出去 只是击退了这头凶兽 并没有让这头凶兽受伤 虽然他那一掌 没有动用权力 可是人家方尘 又何尝动用了权力的呢 他想要斩杀这头凶兽 估计要好几招才行 绝对无法做到 方尘这般云淡风轻 云天圣子 这机缘 确实与你有缘 我们下次 再找合适的时机再战 虎丘摆的声音响起 身影也消失在虚空之中 他也知道自己 不是方尘的对手 如果与方尘战斗的话 丢脸的将会是他 这家伙跑得比兔子还快 还没打就跑了 有必要那么怕我吗 方尘一阵无语 本来以为这个虎丘摆药 与他大战三百回合 谁知道还没有交手 就转身跑了 你们虎足的颜面不要了 你的傲骨呢 如果换成了那个雪景轮 一定会继续战斗下去 方尘心中想到 一旁的花梦影 听到心声后 心中忍不住吐槽到 如果是那个雪景轮 根本不可能开始 雪景轮虽然看起来自视甚高 但是却是一个典型的 欺软怕硬之辈 如果对方得罪不起 那只会忍气吞声 什么都不敢做 任由对方调侃 也不会多说一句话 曾经花梦影 就看见雪景轮 好几次被人嘲讽调侃 众目睽睽之下 居然忍气吞声 当作没有听见 因为调侃对方的人 一个是凤凰族圣子熬天语 另外一个是云天圣子方尘 两人都是他得罪不起的存在 梦影 你赶紧去吧 方尘看向旁边的花梦影 笑着说道 这个传承 自然是为花梦影谋得的 不得不说 这个洞和仙府里面的机缘 有无数 什么机缘都有 如果花梦影得到这个传承 虽然不能说直接腾飞 但是只要不陨落以后 绝对能成为 坐镇一方的强者 花梦影也没有矫情 他也知道自己 现在的实力太弱 根本就帮不了方尘什么 如果有提升自己实力的时候 花梦影会毫不犹豫提升 这样一来以后 就能帮到方尘了 还有 这机缘确实极为适合他 花梦影毫不犹豫地 进入大殿之中 周围围观的吃瓜群众 看见虎丘百倍吓跑 也是震惊不已 虎族圣子 直接被吓跑了 这云天 圣子到底有多厉害 难道云天圣子 已经达到了圣人境吗 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 上次天交圣会上面 云天圣子 才归须近三重天的样子 这才过去几个月时间 不可能达到圣人境 我也觉得是 不过就算没有达到圣人境 那他实力绝对精进不少 不然不会吓跑虎丘百 不管怎么说 这位云天圣子 实力远在虎丘百之上 众人开始议论起来 毕竟这位虎族圣子 可是归须近八重天的强大存在 居然被云天圣子吓跑了 在这些人看来 就算方辰没有达到圣人境 也是无限接近圣人境的实力 云天圣子都这么强大了 那岂不是说 敖天宇也这么强大 这么说的话 敖天宇确实是 上古皇族的最强天交 至于所谓的龙族圣子 敖青龙 未必是敖天宇的对手 看来这个时代 有好几大耀眼的天交 与他们生在一个时代 还真是无奈啊 方辰的实力 下退了虎丘百 这不由让人想起 天交圣会上 敖天宇与方辰的大战 两人可谓是平分秋色 不分伯仲 如果方辰都这么强大了 那敖天宇必然不会太差 只是他们不知道的是 现在两人的差距 已经非常大了 被下退的虎丘百 脸色极为苍白 深深地皱起了眉头 这个云天圣子 怎么那么强大 刚才方辰那轻飘飘的一掌 实力完全达到了圣人境 是他无法想象的 如果他针对上方辰 必败无疑 毫无悬念 他早就想过 不是方辰的对手 可是没有想到 他们之间的差距会那么大 也只能希望 敖天宇能够战胜云天圣子了 虎丘百心中 一阵绝望道 此时此刻 在一座岛屿上 林洛威来到这里 看见岛屿之中的宫殿 林洛威不由心中不由一喜 刚准备踏入 背后传来一阵波动 林洛威脸色猛然大变 他准备离开这里 可是下一刻 一道恐怖的波动爆发出来 让整座岛屿都晃动了起来 林仙子 我们好久不见了 随即萧云婷的声音从天而降 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林洛威 眼中满是怨恨 他可没有忘记 曾经林洛威对她的羞辱 还有在天晴宗对她的杀意 在经历了一些事情后 萧云婷已经不想再收下林洛威了 而是想要好好地羞辱对方 想要将这个高高在上的女人踩在脚下 然后直接除掉 萧云婷 你现在的修为 刚看见萧云婷的时候 林洛威还有些诧异 不过心中并没有多少波澜 可是在感知到萧云婷的境界后 林洛威心中满是震惊 启明镜六重天 这个年纪拥有这个修为 就算放在云天圣地 也是顶尖的天骄了 而她现在 只不过是皇者镜八重天 距离启明镜 还有一段距离 在寻找血魔老祖的这段期间 林洛威也获得了不小的机缘 这才让自己的修为突飞猛进 虽然原本属于她的机缘没有了 可是终究是援助之中的女主 气运自然好 哪怕机缘被别人夺去 必然还有另外的机缘等着她 凭借着这样的机缘 林洛威的修为突飞猛进 只是她怎么也没想到 萧云婷修为提升的速度 比她还要恐怖 曾经的萧云婷比她还弱 现在修为完全超越了她 这让林洛威有些难以置信 看来 你已经看出了我的修为 看见林洛威无比震惊的模样 萧云婷十分满足 冷笑道 这一切全都拜你所赐 如果不是你 曾经的所作所为 不至于这么快速地成长起来 以前你对我的侮辱 以及想要杀了我的决心 我都记在心中 从那以后 我不会再跪舔你 而且无时无刻不想杀了你 想要把你踩在脚下 让你这个高傲的女人 知道耻辱 你就放心好了 我不会轻易杀了你的 我会慢慢羞辱你 最终让你羞愧而死 你对我所做的一切 我会千倍还之 萧云婷仿佛找到了宣泄口 在心中压抑已久的愤怒与羞辱 全部爆发了出来 本来这一切是对方臣的 可是今日见到了林洛威 想到曾经的一切 萧云婷忍不住地爆发了 下一刻 一股强大的威压席卷而来 直接将林洛威笼罩起来 林洛威立马感觉到 一股巨大的压迫感 她深吸了一口气 冷声道 这些都是你旧游自取的 我们第一次见面 你以为我不知道 这一切都是你策划的吗 你竟然知道 萧云婷神情微微一变 怎么也没想到 林洛威识破了之前 她英雄救美的计划 呵呵 你以为自己的手段有多高明 这点小手段我怎么会看不出来 要不是之前你对我有点用处 我早就把你宰了 现在看来 我当初就不应该对你那么仁慈 林洛威冷声说道 呵呵 你知道了又能怎么样 就算你现在后悔了 也无法改变什么 现在的你 在我眼中如同蝼蚁 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 萧云婷说完这话 直接动手 巨大的手掌向林洛威抓去 哼 林洛威冷哼一声 直接拔出长剑 然后一剑向萧云婷斩去 这一剑斩在了萧云婷的手掌上 让人诧异的是 这一剑完全没有对萧云婷造成任何伤害 萧云婷修炼脱天魔弓 吞噬别人的本源 早已经达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 就算是肉体 也达到了坚不可摧的程度 哪怕是法器 都无法在她身上造成任何伤害 何况是林洛威的剑气 看见自己的剑招对萧云婷没有用 林洛威也深深地皱起了眉头 身形快速地离开原地 林洛威的身法极为不错 犹如一只蝴蝶 一般在空中翩翩起舞 躲避着萧云婷的攻击 哼 一只大手拍在了地上 巨大的能量波动爆发出来 让整座岛屿都晃动起来 看你往哪里逃 萧云婷已经纱了眼 有如失去理智一般 仇人就在面前 她只想抓住林洛威 狠狠地折磨对方一番 让她后悔当初对她的一切 让她跪在地上求饶 把这个高傲的女人 狠狠地踩在脚下见她 突然 一道剑光袭来 这道剑光霸道灵力 仿佛贯穿天地一般 直接向萧云婷袭来 什么人 感受到背后袭来的剑意 萧云婷脸色猛然一变 急忙避开 下一刻 空气一阵震荡 秦天明带着秦玲龙出现 秦天明 看见秦天明出现在这里 萧云婷不由一喜 她本来就是要去找秦天明 只是一直没有找到 没想到刚碰到林洛威 秦天明就主动送上门来 萧云婷心中欣喜若狂 仿佛老天都在帮她报仇雪恨 让她快速崛起 这就是萧云婷吗 此人好生古怪 为什么我会看上她 秦玲龙看向不远处的萧云婷 微微皱起了眉头 眼中闪过一丝厌恶 萧云婷其实并不愁 甚至还有些帅气 只是长久压抑和修炼 托天魔宫的缘故 导致她看起来有些阴亡 这自然给人的第一印象就不太好 况且之前还知道了方辰的心声 秦玲龙本身对萧云婷的印象就差 现在萧云婷的气色那么差 更让她厌恶 为何秦玲龙知道萧云婷 那是因为她打探过萧云婷的消息 秦玲龙心中比较了一下 有了结论 虽然她有些讨厌方辰 可是跟方辰比起来 萧云婷各方面都差很多 无论是样貌还是气质 都差了很多 你是云天圣地林洛威 秦天明看向林洛威 开口问道 不错 我就是林洛威 多谢秦太子相助 林洛威此时还心有余悸 如果不是秦天明感到 她刚才必然会身受重伤 她刚才觉得 很可能自己会陨落在此 如果你真要感谢 那就感谢我妹妹吧 我们刚巧路过这里 我妹妹认出 你是云天圣子的师妹 所以才赶快相助的 秦天明开口说道 她的性格比较古怪 除了那些妖孽的天骄 其他人并不关注 按照她的说法 因为只有那些天骄以后 才有可能成为她的对手 其余的人并不在她的关注范围内 显然林洛威不算 林仙子 我是秦玲龙 秦玲龙看向林洛威 摆了摆手道 你好 林洛威神情有些僵硬 开口说道 她没有想到 最终还是要依靠师兄 才能活下来 林洛威心中极为心酸与后悔 她不得不承认 她如今的地位 全是因为师兄方臣的功劳 如果没有师兄 当初她就已经死了 如果没有师兄 她也无法成为 云天圣主白洛央的土地 如果没有师兄 她刚才已经落入 萧云廷的手中 生不如死 你也是云天圣地的弟子 为什么要对林仙子下手 秦玲龙看向萧云廷 满脸不解地问道 秦天明有些诧异 完全没有料到两人还有这层关系 她还以为 对方是某个大势力的人 没想到 也是云天圣地的弟子 那是以前 我现在已经不是云天圣地的弟子了 萧云廷冷声说道 现如今 被人看见对林洛威下手 想要待在云天圣地 已经不可能了 只要她回去 估计就会被圣地废弃修为 然后逐出圣地 甚至被直接抹杀 想到这些 萧云廷索性不要云天圣地这个身份 况且她现在也不需要这样的身份了 秦天明 没想到你主动送上门来 我已经找你很久了 萧云廷死死地盯着秦天明 眼中满是贪婪 随即一道身影出现 莫无伤出现在萧云廷的旁边 她就是人族三大天骄之一的秦天明 看起来也很一般啊 莫无伤看着对面的秦天明 眼中满是不屑 显然并没有将秦天明放在眼中 有这样的想法也十分正常 天魔本来就自视甚高 觉得比天玄界的人族与妖族高一等 这一切还是来源于曾经天玄界被天魔所统治 天玄界的所有种族都沦为奴隶 哪怕是后续万古大帝横扫了天魔 将其大部分天魔斩杀 最终将天魔封印在天异魔域之中 也没有让天魔改变这一想法 你又是什么人 秦天明并没有在意对方的话 看着莫无伤微微皱眉倒 她现在的心境极为稳定 除非遇到的事情与秦灵龙有关 否则很难看见她情绪有波澜 不过 秦天明在见到莫无伤之后 莫无伤身上的气息 与她遇到的人族与妖族都有所不同 这种气息极为诡异 同时还夹杂着一丝阴森 很快 她好像意识到了什么 脸色不由阴沉下来 一股强大的气息席卷出 冷声道 你竟然是天魔 作为大洲王朝的秦太子 秦天明从小就了解到了 有关天魔的信息 因为天魔不同于人族与妖族 同时 天魔又是极为强大的存在 所以这些顶级大势力的核心人物 迟早有一天会遇上天魔 为了防止不了解天魔 在遇到天魔的时候 吃亏或者陨落 这些大势力 从小就讲解过 有关天魔的知识 真没想到 你居然与天魔勾结 林洛威脸色沉了下来 看向萧云婷呵斥道 在天玄界 勾结天魔是最不能容忍的事 无论是何种地位都是一样 除非有横扫天玄界的能力 如果没有 注定要遭受到天玄界 各大势力的联合追杀 我现在已经不是云天圣地的弟子了 你不用摆出这样的架势来 况且 就算我勾结天魔又怎么样 你们又能奈我何 而且 我友情提醒一下 你们现在的处境 这里可不是云天圣地 别在我面前耀武扬威 因为在这里没有人可以救你 萧云婷一脸淡然 冷声说道 在被秦天明发现自己的身份后 他就彻底与云天圣地决裂 而且他也不再想着什么圣子之位 而是准备以后灭了整个云天圣地 现在他做不到并不代表以后做不到 没想到 你勾结天魔 成为我们人族的叛徒 今天我就代表人族 除掉你这个败来 秦天明冷声说道 说完这话 他直接向萧云婷动手 秦天明的气势 完全爆发了出来 强大的威压 直接将萧云婷覆盖 而萧云婷在感受到这股威压的时候 身体居然颤抖起来 显然无法承受这股威压 在我面前 也敢耀武扬威 莫无伤愤怒不已 这个秦天明 完全不将他放在眼中 让他十分愤怒 就算是天意魔狱之中的天骄 也不敢对他如此轻视 况且还只是 人族的一个小小的天骄 莫无伤的身体周围 黑气环绕 显得阴风恐怖 在这些黑气下 周围的一切都被腐蚀 而且连空间都出现了扭曲 随即一股窒息般的压迫感袭来 让在场之人心中骇然 就算是萧云婷也是这样 莫无伤的实力远超他的想象 难怪父亲萧重楼 对他言听计从 这个莫无伤的身份高贵 可是实力却一点都不简单 这是何等的实力 放在整个洞和仙府之中 也能排进前五 下一刻 这些黑物在空中 形成一个黑色的手掌 直接向秦天明震压来 秦天明见此 脸色不由一变 深深地皱起了眉头 随即一柄神剑出现 强大的剑气席卷出 这居然是一柄圣级神兵 剑笑九天 一道剑光闪现 剑光之中 蕴含着强大的剑翼 所向披靡 无坚不摧 天空之中 黑物形成的巨大手掌 被这一剑斩成两半 而且剑势不减 直接向莫无伤斩去 有点实力 莫无伤冷笑不已 一只被黑气环绕的大手 朝着剑光抓去 看到这一幕 众人脸上无不震惊 秦天明的攻击手段 非同小可 而且还是通过圣级神兵 斩出的一剑 拥有着强大的剑翼 能够斩尽一切 就算是圣人静初期强者 也要小心应对 可是莫无伤就这么空手去接 是极度自信呢 还是自敷 就算是站在旁边的萧云婷 也满是疑惑 这个莫无伤究竟想要干什么 不动用其他能力 反而空手去接这一道 无比强大的剑招 这完全不是明智的选择呀 简直找死 秦天明一声冷哼 他对于自己展出的这一剑极为自信 就算是圣人静初期强者 一不小心就会受伤 这家伙真狂妄 黄兄 狠狠地教训他 秦玲珑一脸不满道 紧接着 所有人都愣住了 让人意外的是 莫无伤这只手掌 散发出一阵有黑的光芒 他的整只手臂 都被一股犹如实质的黑雾所笼罩 居然硬生生地 接下了秦天明这一剑 看到这一幕 众人的脸上满是不可思议 莫无伤居然真的单手 接住了这一剑 人族三大天骄之一 也不过如此 莫无伤冷笑一声 满脸不屑道 看来人族天骄的实力不行啊 居然连我的防御都破不了 这也算是天魔的特点 肉身强大无比 不是一般人能够抵挡的 接下来就轮到我了 莫无伤冷笑一声 随即整个身影消失在原地 等他再次出现的时候 已经来到了秦天明的身后 随即一个硕大的拳头出现 直接向秦天明的后背砸去 这一拳 仿佛要洞穿虚空一般 产生了破空的声音 秦天明这边 当他发现的时候 躲闪已经来不及了 没想到莫无伤的速度那么快 出现在他身后 秦天明转过身 只好一拳迎了上去 轰的一声 两拳碰撞在一起 可是秦天明却急速地向后退去 他的拳头之上 已经是一片血红 显然受到了重创 他有些不敢相信这一切 可是就在此时 莫无伤全是不减 一拳打在了秦天明的胸口 硕大的拳头 犹如一座大山 直接砸在了秦天明的身上 一时之间 周围沉烟四起 好强大的力量 萧云廷眼中闪过一丝金光 这个莫无伤的实力 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 难怪萧重楼敢说 莫无伤可以帮他斩杀秦天明 得到对方的本源 想到秦天明的本源 萧云廷双眼都在放光 露出了贪婪的神色 如果他能得到秦天明的本源 然后将其吞噬吸收 变成自己的本源 那他也将成为 像秦天明一样的绝世天骄 或者比秦天明还要妖孽 就在此时 萧云廷仿佛想起了什么 不由看向不远处的林洛威冷笑道 我的好师姐 现在没有人来救你了 我看你怎么逃出生天 萧云廷一边说着 一边准备对林洛威下手 林洛威见此 脸色猛然大变 他准备捏碎手中的玉佩 这是离开云天圣地的时候 师尊白洛央交给他的 只要遇到危险 可以捏碎玉佩 立马可以通知师兄方陈 只是林洛威不想去麻烦师兄方陈 所以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他是不会用的 可是现如今 他与萧云廷的差距极大 如果不使用这枚玉佩的话 必然要陨落在此 他现在还没有报仇血恨 林洛威不想死 人族的叛徒 也敢再次欺负我们人族 不过就在此时 一道无比冰冷的声音响起 来人不是别人 正是九阳圣子徐九阳 徐九阳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出现在萧云廷的面前 然后一拳砸了过去 轰的一声 一拳直接砸在了萧云廷的身上 萧云廷感觉一阵剧痛传来 然后整个人就坠落在地上 看起来狼狈不已 什么人 萧云廷艰难地爬了起来 双眼通红 记住了 是你爷爷徐九阳 下次记得抱你爷爷的名字 这样少挨打 徐九阳一步一步地向萧云廷走去 全身的威压 直接散发了出来 向萧云廷压迫而去 九阳圣子 九阳圣子 萧云廷咬牙切齿 眼中满是怨毒 这到底是为什么 为什么一到关键的时候 就有人站出来帮林洛威 而他在关键的时候 却没有人帮忙 老天对他不公啊 萧云廷心中无比的憋屈 同时也极为愤慨 本来他拿下林洛威 那是板上钉钉的事 可是每次即将拿下之时 都会冒出人来帮忙 秦天明也好 九阳圣子也罢 都在关键的时候 站出来帮了林洛威 萧云廷 你应该庆幸 是你爷爷出现 而不是云天圣子方尘出现 要不然 你就不是挨一顿揍 那么简单 可能会丢掉性命 九阳圣子冷笑道 说完这话 他也不再去看萧云廷 而是看向不远处的秦天明 开口问道 你到底行不行啊 我当然行 面对莫无伤的猛烈攻击 秦天明只能被动挨打 现在完全处于下风 这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事 哪怕是九阳圣子 也极为震惊 天意魔狱之中的天魔 居然这么强大 居然碾压了秦天明 这天魔 至少是方尘与敖天宇 这种妖孽的存在 现如今 在绝大多数人看来 天玄界最强的天骄 那必然是方尘与敖天宇 之后一批 就是秦天明与虎秋白 两者仅次于方尘与敖天宇 面对着方尘他们 秦天明必然不是对手 可是对付其他人 还是很轻松的 正常来讲 方尘敖天宇不出现 秦天明算是最强的天骄了 很少有人是他们的对手 而现在突然冒出一个魔子 然后压着秦天明打 这怎么不让九阳圣子震惊呢 现在就想跑了吗 看见萧云廷即将离开 九阳圣子冷笑道 对付不了那个魔子 还对付不了萧云廷吗 对方只是启明镜修为 那还不是随便碾压 说话之时 九阳圣子直接一拳 向萧云廷轰出 这一拳直接砸在了 萧云廷的身上 萧云廷狂吐一口鲜血 直接被砸飞了出去 就算萧云廷现在是天骄 在面对九阳圣子 这种天骄之时 也无法抗衡 毕竟两人的境界 差距在那里 九阳圣子的天赋又不差 萧云廷怎么是他的对手 如果萧云廷能够战胜九阳圣子 这说明 萧云廷已经是与 萧云廷是同等级的天骄了 然而 他们之间的差距却很大 哪怕萧云廷现在是天命之子 也无法弥补这个差距 如果是同境界 哪怕是归须近义重天 都有机会抵挡一二 唯独启明镜 彻底让萧云廷 没有任何机会 还真是废物 看见萧云廷 被九阳圣子 一拳打成重伤 莫无伤没有太过在意 他本来就没有将萧云廷放在眼中 之所以对秦天明动手 那也是天意魔狱那边 与天魔宗的交易 加上他确实想要 击杀天玄界的天骄 所以才会动手 否则莫无伤 根本不会多看萧云廷一眼 在他的眼中 萧云廷就是一个废物 甚至比废物还不如 我们一起上 九阳圣子神情凝重 全身的气势释放了出来 秦天明并没有拒绝 虽然他心高气傲 可是也知道 凭借他一个人 是根本无法对付面前的这个天魔 多一个人又能怎么样 你们改变不了什么 杀一个人是杀 杀两个人也是杀 就算九阳圣子加入战场 对方有着人数上的优势 莫无伤也没放在心中 他高高在上俯瞰着两人 觉得可以横扫一切 这家伙真狂妄 很久没有看见 这么狂妄的人了 不过越是遇到 这么狂妄的对手 我越是激动 九阳圣子大笑道 随即轰然一拳 向莫无伤砸去 可是莫无伤满脸不屑 任由九阳圣子攻击过来 也没有阻挡 砰的一声 刚才重伤萧云廷的一拳 砸在莫无伤的身上 居然没有造成半点伤害 这家伙身体这么强硬 九阳圣子微微皱起了眉头 他的一拳 仿佛砸在了铜墙铁壁上面 他的肉身极为强大 你当心一点 秦天明提醒道 随即一道剑光向莫无伤斩去 如同之前一样 莫无伤根本就不闪躲 而是应接这道剑光 你们这些所谓的天骄 就这点能耐吗 把你们的强大攻击施展出来 请给我一丁点伤害 莫无伤无比嚣张道 随即一拳向九阳圣子砸去 直接砸在了他的身上 恐怖的力量爆发出来 让他在空中狂吐一口鲜血 然后倒飞而出 在解决九阳圣子之后 莫无伤一脚踢向秦天明 直接踢在秦天明的身上 扑斥一声 秦天明也狂吐一口鲜血 身体倒飞而出 林洛威看见这一幕 深吸了一口气 毫不犹豫地捏碎了那枚玉佩 显然他也看出来了 凭借九阳圣子与秦天明 根本就不是这个莫无伤的对手 只能向方辰求助了 三人联手 莫无伤就算是在天才妖孽 也肯定不是对手 在玉佩捏碎之后 整个虚空都陷入了宁静 让人感觉一阵怪异 接下来 一声轰鸣声传来 下一刻 一道掌印凭空出现 直接向莫无伤袭杀而去 雕虫小剑 莫无伤冷笑道 他像之前一般 根本就不躲闪 直接站在那里 想要硬扛这一招 下一刻 所有人都愣住了 莫无伤那坚不可摧的身体 在这一掌之下 毫无抵挡之力 硬生破碎 黑色的鲜血在天空挥洒 那是魔子莫无伤的 秦天明看见这一切 瞪大了双眼 脑海之中 全是那凭空出现的一掌 实在是这一掌太强大了 秦天明深吸了一口气 喃喃自语道 这股力量太强大了 同时也太诡异了 难道我们不是更应该 关注那个天魔的惨样吗 九阳圣子站在旁边 满脸苦涩道 说实话 也被镇住了 他与秦天明刚才联手对付莫无伤 费尽心思都没有占到便宜 反而被对方打伤 方尘人未到 掌印就到了 直接一掌重创了这个天魔 这样的实力 让秦天明与九阳圣子一阵绝望 他们都有些难以置信 仿佛看错了一般 这还是归须尽强者 该拥有的力量吗 说是圣人尽强者出手也不为过 实在是太强了 强得太离谱了 这就是师兄的实力吗 随便隔空一掌 就镇杀了这个天魔 要知道 这个天魔 就算是九阳圣子 与秦天明联手都没有拿下 反而被重伤 林若微深吸了一口气 心中极为震惊 方尘这次出手 带给他心灵的冲击 实在是太大了 他怎么也没想到 这个师兄这么强大 这方尘 怎么越来越强大了呀 秦玲珑满脸震惊 甚至还被吓到了 他瞪大了双眼 脸上满是难以置信 他的皇兄与九阳圣子两人联手 反被对方锁伤 方尘凭空出手 然后一掌轻飘飘地将对方镇压 这到底是怎样的实力啊 真的只是归虚境吗 或者说 方尘的修为 已经达到了圣人境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刚才这边的动静太大 吸引了周围人的注意 最开始看见 秦天明与九阳圣子 连手对付对方都奈何不了 众人心中都极为震惊 而这个突然冒出来的人 到底是谁 选这么强大 可是随后又有人说是 天意魔狱的天骄 让众人心不由一尘 天意魔狱的天魔能够进来 这可不是一个好消息 在知道对方的身份是天魔后 不少人也想出手相助 加入秦天明与九阳圣子的队伍 可是还没有等他们出手 凭空就出现了一道通天掌印 直接将这个天魔给镇压了 当众人看见那道身影之后 脸上满是震惊 真没想到云天圣子的实力达到这种程度 居然隔空出手 一掌镇压了天魔 这样的能力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曾经有一位圣人镜强者出手 一掌拍死了一名龟虚镜天骄 从云天圣子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来看 他还是龟虚镜 这就是真正的天才妖念吗 云天圣帝数万年来的第一天骄 果然名不虚传 别说是云天圣帝了 云天圣子在天玄界之中 这历史的长河之中 绝对找不出第二个 这是不是吹得有些过了 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涌现出了那么多天骄 只能说云天圣子排得上名号而已 你懂个屁 就说以前那些少年大帝 我觉得都没有云天圣子厉害 二十多岁达到如今这种程度 可以镇压一个时代的天骄 确实很难找出第二个 哈哈 以后你们就不要吹嘘孔家的圣子 以及龙族的圣子了 他们的实力顶多与凹天宇相当 根本没法与云天圣子相比 不错 这两位都龟缩起来不敢出事 这很能说明问题 方尘随手一掌 带给众人太大的震撼 在远处的阴天孝神情无比的复杂 喃喃自语道 不得不说 这个云天圣子 是这个时代的最强天骄 说他拥有大地之姿也不为过 那个天意魔狱的天骄实力极为强大 哪怕是我也没有绝对的把握 尤其是对方强大无比的身体 完全是坚不可摧 秦天明与九阳圣子的强大攻击 完全是在给对方挠痒痒 这样的强大存在 在云天圣子面前完全不堪一击 而且对方还是隔空出手一掌 就镇压了对方 再不远处 同样有好几道无比强大的身影 这些都是妖族的天骄 分别是朱雀圣女 虎秋白 敖天宇 金乌圣子 几人的神情极为复杂 唯独敖天宇目光深邃 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他们都是被这边的波动吸引过来的 金乌圣子是一名极为英俊的男子 穿着一身乌青的盔甲 看起来英勇无比 云天圣子太强大了 如果是换成我也截不下他几招 只是几个月时间 云天圣子的实力就这么恐怖了 已经达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 听说虎秋白之前与云天圣子交过手 说一下心中的感受吧 几人的目光纷纷看向虎秋白 现如今 方尘的实力比起天骄圣会之上 有着天壤之别 好像脱胎换骨一般 虎秋白听后 脸色立马黑了下来 狠狠地瞪了金乌圣子一眼 还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金乌圣子对此视而不见 虎秋白虽然心中极为不爽 但是并没有隐瞒 因为这个事情根本无法隐瞒 当时有很多人都看见了 没有太多的感受 在面对他的时候 根本就生不出云之一战的信心 全是绝望 最终我没敢与云天圣子一战 直接逃了 虎秋白深吸一口气 沉声道 因为我看见云天圣子出手 实在是太强大了 如果与他一战 我非死即伤 虽然我不想承认这一切 但是这就是事实 几个月不见 我已经看不明白他的实力了 此话一出 众人都沉默下来 虎秋白可不是一般的天骄 而且还斩杀过半部 圣人静的强者 这样的天骄 无论放在哪一个时代 都是极为妖孽的天骄 可是对方却被方尘吓跑了 根本生不出与对方一战之心 这让他们有些难以接受 之前他们虽然知道这件事 但是并不知道具体情况 现在听虎秋白说出来 真的被震惊到了 朱雀圣女皱起了眉头 看了众人一眼 随即目光看向敖天宇 既然这样 那我们妖族这边 也只有敖天宇能够击败云天圣子了 我们其他人很可能没机会了 他们可是妖族之中 数一数二的天骄 能够让他们说出这样的话 绝对极为困难 他们这些心高气傲的人 很难被一个人折服 可是现在 他们被方尘折服 此时众人不由看向敖天宇 满脸袭击 因为敖天宇 是他们妖族天骄的唯一希望 从几个月前的天骄圣会来看 敖天宇是 最有希望战胜方尘的人 也只有他能够战胜方尘了 以后的事情谁也不知道 不过现在 我没有任何机会 敖天宇深吸一口气道 我现在与云天圣子的差距 就好比一般的修士 与我们之间的差距 在其面前我没有任何机会 不过不代表以后没有机会 未来一切皆有可能 我们不用看到别人太过强大 就失去了信心 曾经的万古大帝 并非一世无敌 在前期时候 击败他的人不知道有多少 可是最终 他还是成为了 独一无二的万古大帝 镇压了一个时代 如果我们看见云天圣子太过强大 就放弃追逐的梦想 那么我们注定 会被他远远地甩在身后 比起其他人 敖天宇心态就要平和一些 哪怕知道自己 现在不是方尘的对手 也没有太过沮丧 在他看来 现在确实不是方尘的对手 可是以后就不好说了 龟须镜确实不如方尘 那么圣人镜呢 甚至圣人镜之上的准地镜呢 他就没有一点机会吗 那显然不是 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弯道超车的天骄数不胜数 哪怕其他天骄都陷入了绝望 敖天宇对自己充满着绝对的自信 阴天笑握紧了拳头 眼中有火焰在燃烧 背后无数羽毛直接竖起 他斗志昂扬道 不错 敖天宇说得很好 我们现在虽然不是云天圣子的对手 不代表以后我们还不是 未来一切皆有可能 总有一天 我们会超越云天圣子的 刚才敖天宇的一番话 确实影响了几人的道心 不是让他们颓废 而是斗志昂扬 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金屋圣子淡然道 想要站在这个世界的巅峰 那必须要百折不挠的决心 唯有这样的心境 才能披荆斩棘 勇往直前 我们的天赋 并不比云天圣子差 他能够做到如今这一步 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到呢 朱雀圣女站了出来开口道 不错 只要这个世界递进时代不降临 我们终究有机会 虎秋白点了点头道 我会比以前更加努力地修炼 明天圣子带给我的耻辱 我会完全奉还给他 不得不说 刚才敖天宇的话 激励了这几人 让他们重拾信心 让其原本暗淡的道心 再次绽放出光芒 然而 这才是真正强者该有的心境 如果一般人看到这么强大的天骄 都会避让 都会感到一阵绝望 这是很正常的反应 有这样的心态 也很正常 可是他们不一样 他们是妖族之中 上古皇族的圣子圣女 在整个妖族之中 天赋都是最顶级的 同时拥有数不尽的修炼资源 实力也是极为强大 可以说 从他们出生那天 就注定会成为这世间的顶级强者 而不是成为普通人 要成为强者 那必须具备强者的心性 需要一颗百折不挠的道心 如果遇到一点挫折就放弃 那永远都不会成为 这世间的顶级强者 真正的强者 就应该像敖天宇这样 遇到强大的对手 从不气馁 虽然很震惊 但是绝对不会绝望 更加不会迷茫 只要我们更加努力地修炼 并不是没有机会 敖天宇留下这句话 身影在空中慢慢消失 其他几人见此 不由面面相去 随即向洞和仙府各个方向而去 他们都要寻找属于自己的机缘 从而提升自身的实力 现如今 看见方尘这么强大 他们迫不及待地 想要提升自己的实力 这个莫无伤 好像真被云天圣子 一掌拍死了 九阳圣子感应了一番 并没有感应到任何莫无伤的气息 莫无伤就好像一只蚂蚁 直接被方尘一脚猜死了 这让九阳圣子感觉到很不真实 在他们面前强大无比的莫无伤 在方尘的面前也太脆弱了一点吧 这还是那个 伤到他们的莫无伤吗 秦天明的脸上 难得流露出一丝苦笑 深吸一口气说道 你不用再感应了 这家伙已经陨落了 刚才云天圣子那一掌可不简单 已经伤到了对方的本源 同时让对方神魂俱灭 云天圣子的强大 已经超出了我等的想象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修炼的 居然已经达到了这种程度 一掌镇压了莫无伤 对秦天明的心灵冲击很大 几乎颠覆了他的认知 这是他以前难以想象的 你是不是感到一阵绝望 九阳圣子脸上 流露出一丝诡异的笑容 我为何要绝望呢 云天圣子的强大 超出了我的预料 不过并不代表我从此以后就会绝望 我坚信自己通过努力 最终一定可以超越云天圣子 秦天明一脸坚定地说道 他的心态很好 就算刚才的一切对他心灵的冲击很大 可是很快就恢复过来 虽然现在与云天圣子的差距很大 但是他相信通过以后加倍的努力 肯定会弥补回来 秦天明对此 无比的坚定 你居然不绝望 还真是无趣 九阳圣子敌不道 既然此事已结束 那我也该去寻找自己的机缘了 以后能否超越云天圣子还不好说 至少别被他甩得太远 不然我们胜利的老一辈 就要找我麻烦了 九阳圣子看起来并没有在意 可是心中还是很在意的 作为九阳圣地的传人 他不允许被方尘甩得太远 别说是圣地的老一辈找他麻烦了 就算是他自己也不可能原谅自己 不得不说 方尘这次出手 带给这些天骄心灵上的冲击太大 导致他们全都下定决心 发愤图强 力求追赶上方尘 甚至超越方尘很快 众人全都散去 整个岛屿都安静下来 过了片刻 萧云亭的身影 从隐秘的角落中浮现出来 很快又隐没其中 托天魔宫 疯狂地吸收着莫无伤残缺尸体本源 还以为你多厉害 原来只是一个中 看不中用的家伙 萧云亭心中满事不屑 更是疯狂地运转着托天魔宫 如果将这个莫无伤全部吞噬 我倒是可以拥有与方尘一样的天赋 以后达到相同的修为境界 未必就不能击败他 想到这些 萧云亭不由激动起来 没有得到秦天明的本源不要紧 这个莫无伤的本源也行啊 说起来 还要感谢这个方尘 如果不是他斩杀了莫无伤 我也无法吞噬他的本源 其实这个莫无伤的本源 比秦天明的要好 想到这些 萧云亭的脸上就浮现出一丝笑容 忍不住舔了一下嘴巴 如果要从秦天明与莫无伤两人 选择一个来吞噬 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莫无伤 作为天意魔狱之中的顶级天骄 莫无伤各方面都比秦天明要优秀 特别是强大无比的肉身 让萧云亭非常眼馋 早就想要吞噬这个莫无伤了 只是奈何对方的实力强大 萧云亭始终不敢行动 如果论身份的话 他甚至比不过这个莫无伤 一旦他动手 萧重楼肯定会站在萧莫无伤这边 论实力的话 他完全不是莫无伤的对手 哪怕是同境界之下 他也不是莫无伤的对手 否则也不会被九阳圣子 揍得那么惨 不过现在不同了 吞噬了莫无伤的本源 以后如果再遇到九阳圣子 他也有一战之力 甚至直接镇压对方 九阳圣子 今日之如我记下了 往后一定百倍偿还 想到刚才九阳圣子的那张嘴脸 萧云亭就气愤 在他的死亡名单之中 又多了一个人 这段时间 萧云亭的死亡名单 不知道加了多少人 只是现在一个都没有做到 就在此时 萧云亭的脸色大变 一股莫名的力量 在他体内爆发 这股力量无比的强大 让他很难压制住 而且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 还没有等他反应过来 云天圣子方尘 萧云亭十分艰难地重塑着肉身 脸色极为苍白 咬牙切齿的 下一刻 他立马慌乱了起来 我的修为境界 怎么在跌落 而且 我的神魂 好像受到了影响 萧云亭彻底地慌乱起来 修为境界 乃是舞者的根本 现如今 他的修为境界急速跌落 已经不是第七境 其名境了 而是直接跌落到 第五境 神远境 这种跌落是不可逆转的 完全无法恢复过来 同时 体内的本源 也遭受到了巨大的影响 这代表着萧云亭 需要重新开始修炼 在神远境开始 如果只是开始 萧云亭还没有那么愤怒 他隐约觉得 这是一个隐患 以后哪怕提升上去 也有可能成为隐患 难道这一切 是云天圣子洞的手脚 不对劲啊 方尘不可能知道 我会吞噬莫无伤的本源啊 难道是方尘残存在 莫无伤体内的力量吗 萧云亭体内翻江倒海 同时也在思考着 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首先他不相信 这是方尘故意针对他 因为方尘不可能知道 他修炼了托天魔宫 同时还要吞噬莫无伤的本源 或许就连他父亲萧重楼 也不知道他要吞噬莫无伤的本源 同时知道他修炼托天魔宫的人 也只有三个 首先是他自己 其次就是父亲萧重楼 还有就是明老了 他与萧重楼完全不可能 他们两人恨不得 将云天圣地给灭了 不可能告诉其他人 至于明老更加不可能了 明老一直跟着他 他们三人都不可能 这也意味着方尘不是故意针对他 对莫无伤动手之时 将力量残存在莫无伤体内 混蛋 想到这些 萧云婷气得只咬牙 眼见马上就要崛起了 却被打回原形 这实在是太难受了 他都被气得快要吐血了 这样倒霉的事情 居然发生在他身上 这一次洞和仙府之行 不但没有收获 反而损失惨重 简直赔了夫人又折兵 不行不行 我必须马上离开洞和仙府 如果继续下去 凭借我现在的实力 在其中必死无疑 萧云婷心中暗自想到 现如今 他的身份已经暴露 很快就会传出去 如果自己还留在 洞和仙府之中 必然会遭受到别人的追杀 如果自己修为境界 还没有跌落还好 现如今已经跌落了两大境界 随便一个人都能够斩杀他 再加上 如果在这里待久了 那肯定有人在 洞和仙府出口处躲着他 等他出去 立马将他斩杀 现在唯一的出路 就是立马离开这里 然后找一个地方 躲着恢复实力 唉 萧云婷不由叹了一口气 看着洞和仙府的一切 满是遗憾 本来想在这里获得机缘 提升自己的实力 却没有想到 这一次损失惨重 这一切 又是因为那个云天圣子 想到这些 萧云婷越发愤怒起来 对于方臣 简直恨之入骨 因为接连两次的变故 都是因为方臣 一个是方臣出手 斩杀了莫无伤 导致他无法获得 秦天明的本源 一个是残存在 莫无伤体内的力量 将他重创 看来那股力量是被触发了 这个萧云婷 还真是迫不及待 还真是不怕死 就不怕被周围的人发现吗 感受到不远处传来的波动 方臣脸上露出了笑容 在解决莫无伤之后 特意留下了一道隐秘的力量 就是等着萧云婷上钩 只要这个家伙 敢吞噬莫无伤的本源 那就会触发这股力量 从而 他也会被这股力量重创 现在的萧云婷 估计无比愤怒 估计都没有想到 这是我刻意为之 可能觉得是我无意留下来的力量 不过 按照这家伙的性格 肯定对我的恨意更深了 方臣笑道 他对萧云婷的性格太了解了 无论是心机 还是此人的心态 都极为了解 正因为这样 他才迫不及待地 想要获得莫无伤的本源 所以他才在莫无伤身体之中 留下一股隐秘的力量 算计了对方 这也算是给萧云婷 一个大大的惊喜 他如果不是这么迫不及待 稍微慎重一点 可能就会发现 莫无伤尸体的问题 也不会中招 虽然本源少了一些 但最起码不会遭受重创 修为境界跌落 现如今 萧云婷太过急躁 迫不及待地 想要吸收莫无伤的本源 导致陪了夫人又折兵 这家伙如果知道 我是故意算计他 会不会狗急跳墙 找我拼命 想到萧云婷知道这一切的反应 方臣就忍不住笑了起来 按照萧云婷的性格 多半会狗急跳墙 冲过来与他拼命 那个时候 估计对方会被气得失去理智 什么 方臣直接消失在原地 此时此刻 叶无双那边 大殿缓缓打开 叶无双一脸高兴地 从里面走了出来 方臣哥哥 梦影姐姐 叶无双急忙跑出来 不断地寻找着 方臣与花梦影的身影 可是寻找了半天 也没有找到两人的身影 叶无双心中十分难受 也有些失望 可是 很快一股强大的能量波动袭来 还没有等他反应过来 方臣就出现在他的面前 获得这个剑道传承 感觉怎么样 方臣 摸着叶无双的脑袋 笑着问道 方臣哥哥 我感觉很不错 现如今 我已经突破到第三境神海境了 叶无双一边欢快地说着 一边展示着自己的实力 只见他捏纸成剑 只见就出现一股剑气 然后他向不远处的巨石一斩 那块巨石 直接被斩成两半 不错不错 要不了多久 无双就可以追上我了 到时候 你就可以保护我了 方臣笑着夸奖道 叶无双天赋极好 以后成长起来 确实可以帮到他很多 很多事情都不需要他出手 叶无双一个人就可以横扫了 方臣哥哥 你就放心好了 无双以后一定保护你 叶无双一脸坚定道 这也是他的愿望 在被花梦影带回之后 叶无双只想让花梦影与方臣高兴 只要他们高兴了 让他做什么都可以 也正是因为这样 叶无双才会拼命地修炼 因为他不想让两人失望 方臣摸着叶无双的脑袋 满脸宠溺 现如今 叶无双的剧情彻底错开 而且拥有比原著之中更好的成长环境 以他的天赋 以后的实力增长必然更加快速 虽然说超过他不太现实 可是成为天旋界顶级强者 还是很有希望的 没过多久 不远处的大殿也缓缓打开 花梦影从里面走了出来 只见花梦影白衣圣雪 皮肤白皙 还有一头如同瀑布的长发 再加上那双充满魅力的眼睛 举手投足之间 就如天仙下凡一般 圣子殿下 花梦影满脸欣喜地跑了过来 高兴道 我现在已经突破到了归须境 虽然只是归须境一重天 可是那也是归须境啊 算是踏入了这个世界的绝世天骄的层次 方臣倒是没有太多的诧异 仿佛一切尽在掌握中一般 不过还是笑着说道 你要再提升一些 那就不需要我出手了 花梦影越强大 他自然越开心 以后花梦影强大起来 也就不需要他出手了 让花梦影镇压一切就好 有时候经常出手 还是让方臣感觉很累 能不出手就不出手 这毕竟还涉及百烂奖励 圣子殿下 你肯定能得偿所愿 花梦影笑着说道 在踏入归须境后 他总算能跟上方臣的脚步 不至于像以前一样 一点忙都帮不上 既然你们都出关了 那么接下来就进入核心地带吧 方臣淡然说道 洞和仙府分为两大区域 最外围的区域与最核心的区域 而他们现在所在的地方 就是最外围区域 可以获得各种各样的机缘 而在最核心的区域之中 有着诸多考验 这些考验可以获得积分 这些积分将会影响到 天交榜的排名 除外 在核心区域之中 还有仙人留下来的传承 当然了 也并非是全部的传承 而且 也并非从没有人通过这些考验 其实在漫长的岁月之中 有无数人通过这些考验 也获得了一份传承 传承的东西有所不同 有特殊的天才地宝 有先级功法 秘法 武技 丹药等等 至于具体得到什么 那就不得而知了 在原著之中 萧云廷通过种种关卡 获得了一份传承 就是不知道这个萧云廷 是如何通关的 方尘心中满是疑惑 在原著之中 萧云廷不过只是第六镜 黄者镜 居然可以通过最核心地带的考验 当他看到这里的时候 也觉得很离谱 一大群顶级天交都没有做到 而且还是龟虚镜的强者 偏偏黄者镜的萧云廷做到了 在原著之中 萧云廷凭借着这个剧情声望达到顶点 这也导致云天圣地内部 有其他的声音 那是对方尘的质疑 为什么会质疑 因为在这次试炼之中 方尘的成绩虽然不差 但是也只是还在天交榜的前十 远远比不上萧云廷经验 而且这些天交之中有 英天孝 九阳圣子 熬天宇 金屋圣子等等 就算这样 也被萧云廷超越了 这个萧云廷 简直就是妖念 因为这剧情 也导致萧云廷的计划成功 名扬天玄剑 同时 云天圣地也有人质疑方尘 而且这种声音越来越强烈 导致后续方尘的名声全无 之所以这样 也是因为原著之中 云天圣主白洛央 与寒月剑仙李寒月 都陨落了 如果不是这样 在云天圣地 也没有人敢质疑他 现如今 最核心的地带 还没有真正打开 想要进入最核心的地带 需要斩杀里面的六头凶兽 其中四头分别在不同的岛屿当中 其中就有箭矢兽 以及之前斩杀的两头凶兽 有一头还在另外一个传承之中 至于剩下的两头凶兽 在大海的最深处 只要击杀这六头凶兽 洞和仙府最核心地带就会打开 只是想要斩杀 大海深处的两头凶兽 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这两头凶兽 已经达到了半步圣人境的实力 在原著之中 为了击杀这两头 半步圣人境实力的凶兽 天骄们费了很大的心思 斩杀了一头 至于另外一头 是被敖天骄斩杀 敖天骄斩杀了一头 半步圣人境的凶兽后 名声大噪 自认为敖天骄必然是第一 谁知道 杀出一个拥有主角光环的萧云亭来 导致敖天骄有些黯然失色 不过敖天骄并没有因此记恨上对方 他的性格与秦天明一样 不是那种小度鸡肠的人 现如今 敖天骄与秦天明都出来了 那么他也没有必要继续在外面待着 他准备彻底打开最核心的区域 进入其中试炼 在传承之中的最后一头凶兽 应该被人斩杀了 我现在去斩杀大海深处的那两头凶兽 就可以开启核心地带的试炼了 想及此 方尘带着花梦影与叶无双 直接消失在原地 没过多久 他们就来到大海的最深处 在这里的岛屿棘手 几乎看不见 不过就在此时 仿佛惊动了什么 在下面的大海之中 翻起了惊涛骇浪 两股极为强大的力量爆发了出来 随即 两头凶兽破开海面 直接向天上冲来 同时张开了血盆大口 想要将方尘三人吞噬掉 方尘一脸淡然 随即一掌拍了出去 轰的一声 拥有半部圣人进实力的凶兽 在这一掌之下 直接在空中炸开 神魂俱灭 随即方尘又拍出一掌 另一头凶兽还没有反应过来 也被方尘一掌拍死 就这样 两头半部圣人进实力的凶兽 就这么陨落了 这两头凶兽一死 天空之中出现了一阵轰鸣 随即虚空直接裂开 这也意味着 洞和仙府最核心地带的试炼开始 最核心地带的 试炼有100层 达到层数越多 所获得的积分就越高 如果能够迈入到100层 将会获得特殊的奖励 只是无数年来 能够达到100层的人棘手 而这些人 最后都成为了世间顶级强者 甚至有些人最终还成了一带大帝 核心地带开启了 这一次 怎么那么快就开启了呢 不错 不是要斩杀六头凶兽 才会开启吗 而且 大海深处的那两头凶兽 已经达到了半部圣人境 想要斩杀极其困难 我去 到底是谁斩杀那两头凶兽 还用说吗 肯定是云天圣子了呀 请问 谁能斩杀半部圣人境的凶兽 而且之前就传闻 云天圣子 能够轻松斩杀半部圣人境的凶兽 这可不好说 那些顶级的天骄联手 也能斩杀半部圣人境的凶兽 真没想到 核心地带开启的这么突然 我就不去了 准备在外围区域寻找一些机缘 我也不去了 去了之后 通关的层数也不会太多 获得的奖励也不会太丰厚 还不如在外面 核心地带的开启 让众人震惊不已 因为这出现得太早了 以前最起码 还要等一二十天才会开启 现如今 不过才过去几天时间 核心地带就开启了 有些人跃跃欲试 有些人此时已经下定决心 不去了 核心地带的试炼 只要通过一定的层数 就能获得相应的奖励 自然是通关的层数越多 获得的奖励就越丰厚 基本上通关十层 就能够获得一个奖励 不过这些奖励都是随机的 有可能是神兵力气 也可能是功法 武技 秘术 丹药这些 最终试炼达到的层数越多 还在天骄榜前时的 还可以获得更好的奖励 虽然核心地带开启的早了一些 不过正合我意 这一次 我必然要将这些天骄踩在脚下 阴天笑目光闪烁 有些跃跃欲试道 核心地带的试炼 才是他们这些天骄的舞台 唯有在这里 才能衡量一个天骄的程度 才能看得出来 这些天骄的天赋 以及上限 云天圣子倒是着急了一些 这么快就开启了 核心地带的试炼 金屋圣子看着天空 淡然说道 他们觉得 还要过几天 才会开启核心地带的试炼 毕竟想要开启核心地带的试炼 需要斩杀六头凶兽 其中最难缠的是 大海深处的那两头凶兽 因为已经达到了 半部圣人镜的实力 而且还是在海中 是他们的地盘实力强大无比 没想到 方尘这么快就解决了 这两头凶兽 此时此刻 方尘带着花梦影与夜无双 直接进入洞河仙府的 最核心地带 果然是云天圣子 我真的很好奇 他是如何斩杀两头 半部圣人镜的凶兽的 还能怎么斩杀 估计两掌就拍死了 就像当初一掌拍死莫无伤那般 请问云天圣子 真的只是龟虚镜吗 说他是圣人镜的强者 也没有问题 唯有圣人镜强者 才能轻松斩杀半部圣人镜啊 现在的云天圣子 真是看不出修为 也不知道达到了怎样的程度 或许是半部圣人镜 也或许已经达到了圣人镜 不可能吧 在这样的年纪 达到这样的程度 也只有那些少年大帝可以做到 尤其是圣人镜 比那些顶级的天骄高了一个境界 那不是要镇压所有的天骄吗 看见方尘出现 众人也没有感到意外 因为也猜到 这一切是方尘所为 现在只不过是验证了心中的想法罢了 随着方尘进入核心区域 各大天骄也紧随其后 进入其中 九阳圣子熬天羽 金乌圣子 朱雀圣女等等 进入到核心区域之中 在进入核心区域之后 方尘将花梦莹与叶无双放下 接下来 就只能依靠你们自己 在这核心区域的势力 只能一个人去试炼 不能带其他人一起 否则 方尘真的打算 将两人带着一起去试炼 将里面的奖励全部拿下 你们量力而行就好 别太勉强自己 尤其是无双 方尘叮嘱道 现如今 叶无双的实力很低 无法在试炼之中走太远 可是叶无双的性子 又特别的倔强 他怕叶无双为了闯关强行为之 这样很容易导致自己受伤 方尘哥哥 你就放心好了 如果我实在坚持不了了 我会第一时间放弃的 叶无双虽然有些不甘心 可是也知道 现在的他 无法在洞和仙府之中 走得太远 随即三人就进入其中 在踏足这个试炼空间的时候 一股压迫力袭来 这压迫力 仿佛是某位强者的威压一般 压迫肉身以及神魂 让其无法再进一步 而且越往前走 这股压迫力就越强大 同时 通关的层数越多 这样的压迫力就越大 花梦影与方尘 倒是十分轻松 没有感觉任何压力 可是叶无双就不同了 立马就感受到了 一股巨大的压力 毕竟他现在的修为还弱 很难承受这里面的压力 两人并没有停下脚步 而是向前方走去 这是叶无双必须要经历的事 也是必须要经历的挫折 他们不能出手帮忙 这一切都只能依靠叶无双自己 能走多远 完全是他的本事 很快 熬天鱼等人也进来了 这云天圣子 一点都不厚道啊 居然也不等一下我们 九阳圣子笑了笑 吐槽道 秦天鸣看着前方的方尘 戴然说道 云天圣子的速度倒是够快的 短短时间就达到了二十五层 只是几分钟时间 方尘就达到了第二十五层 远远将他们甩在身后 花梦营也不错 虽然落后于方尘 不过也达到了第二十层 九阳圣子暗暗炸舌道 这个越下垫的圣女 怎么越看越妖孽了 以前被我们远远地甩在身后 现如今已经达到我们这种层次了 如果以后连云天圣子的追随者都比不过 那就没法在天玄界混了 九阳圣子一边说着 一边踏入到试炼空间之中 我觉得这小女孩也不错 虽然修为低了一些 却能踏入第五层 换成其他的皇者镜修士 也未必能达到这样的层数 天云宗的高小梁 看向夜无双 神情凝重道 这核心地带的试炼 想要通关 需要各方面的实力才行 比如天赋与星星等等 无论是哪一方面的实力 都缺一不可 只要少一方面 都很难在这里走得长远 敖天宇并没有理会众人 直接化为一道光芒冲了出去 很快就超过了夜无双 其他的天骄见此 也加入到试炼之中 一时之间 核心地带就热闹起来 看见一个个天骄超越自己 夜无双的神情没有半点变化 仿佛没有看见一般 他只专注着自身 他本来就不是跟这些天骄一个层次 他的目标并不是冲关最后一层 他的目标只是让自己走得更远 此时此刻 方尘的速度不急不慢 已经踏入到第五十层了 方尘感觉到一股威压袭来 身体变得更加沉重起来 让他感觉到一股压力 同时 一张预检出现 这是通关第五十层的奖励 方尘神识扫了一下 这个预检是一门不错的功法 不过连圣级都没有达到 方尘并没有在意 随意放入储物戒指之中 对于他来说 一般的秘方无用 在洞和仙府外面 一道光幕出现 光幕上浮现出了诸多画面 那是核心地带里面的景象 这是什么情况 这一次 核心地带的画面 怎么出现得那么早 不错 以往不是要十几二十天后 才会开启吗 众人脸上满是震惊 因为不少人都经历过 洞和仙府的事情 在核心地带开启后 两界才会真正连通 他们才知道 核心地带之中发生的一切 而如今 这个时间大大的提前了 当众人看见方尘的时候 就明白 是方尘斩杀了半部圣人境的凶兽 这才让核心地带提前开启 云天圣子 不愧被誉为最强天骄 这么短时间 就达到了二十多层 这个小女孩也不错 是一个不错的苗子 加以培养 绝对能成为顶级天骄 其他的天骄也来了 不知道能否赶上云天圣子的步伐 其他人可能就没有希望了 敖天宇倒是有一丝希望 敖天宇开始了 速度居然那么快 速度已经超过了九阳圣子 与花梦影 速度确实快 都快追到云天圣子 随着核心地带的开启 大家也热议了起来 唯独一个人 神情无比阴沉 萧重楼看见核心地带的画面 脸色猛然一变 为什么没有看见萧云婷 而且也没有看见墨无商 这绝对不可能啊 如果核心地带开启了 墨无商必然会进入 可是过了这么长时间 也没有看见他们 这一次让墨无商前来 也是为了在核心地带 得到一样的东西 他们得知在核心地带的 试炼空间之中 在达到一百层后 将会获得一份礼物 在这些礼物之中 有一样东西 对他们极为重要 这关乎着天意魔狱的开启 还有魔帝的出世 所以才特意让墨无商前来 为了这个东西 他们也做足了准备 只要墨无商通过一百层试炼 就有很大概率 获得这样东西 然后在天魔宗与天魔的保护下 将这样东西带回天意魔狱 他们也知道 墨无商很可能暴露 如果墨无商无法通过一百层 而且身份暴露了 他们会第一时间抛弃墨无商 就算他是天意魔狱 最顶级的天骄 他们说放弃就放弃 因为在他们看来 天魔宗的强者 以及强大的天魔才是根本 一旦他们暴露 将会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就在萧崇楼沉思之时 萧云廷离开了洞河仙府 来到了这里 墨无商呢 萧崇楼阴沉着脸 语气冰冷 已经陨落了 被方尘隔空一掌给镇压了 萧云廷开口说道 回想起方尘的出手 萧云廷心中就一阵绝望 陨落了 萧崇楼看着萧云廷 满脸不可思议道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以墨无商的实力 哪怕是云天圣子 也难以将其斩杀 怎么可能就陨落了呢 虽然我也有些不太相信 可是这就是事实 我亲眼看见 方尘隔空一掌 直接将墨无商给拍死了 甚至从头到尾 方尘都没有出现过 萧云廷到现在 都还有些震惊 看见萧崇楼满脸不可思议 萧云廷深吸了一口气 换成是他也会这样 因为墨无商的实力摆在那里 秦天明与九阳圣子两人联手 都被墨无商所伤 就别说战胜墨无商了 可是没有想到 方尘随便的一掌 就斩杀了对方 由此可以想象 方尘到底有多强 方尘已经踏入了 半步圣人境吗 萧崇楼开口问道 如果方尘踏入半步圣人境 还有这样的可能 不是 他只是归须境 不过他或许要不了多久 就能踏入半步圣人境了吧 萧云廷能感知到 方尘的修为境界 这个云天圣子 还真是一个妖念 萧崇楼深吸了一口气道 可是 你怎么变成了神员境 此时萧崇楼终于发现 萧云廷境界跌落了 不再是以前的启明镜 此话一出 萧云廷的脸色难看下来 陈生道 在墨无商陨落之后 我想要天魔宫吞噬他的本源 没想到在墨无商的身体之中 还残留着方尘的力量 听到这话 萧崇楼也明白过来 这萧云廷太过急躁 没有检查墨无商的尸体 这才导致被方尘所坑 以后你小心谨慎一点为好 沉思了片刻 萧崇楼也只能这样安慰到 现在我们的计划失败 需要进行备用计划吗 萧云廷想了一下 小心地问道 如果是以前 萧云廷肯定无比地冷漠 一副爱达不理的模样 只是现在不同 他的修为跌落了 这让萧云廷心中十分烦躁 加上没有吞噬掉秦天明的本源 让他有些迫不及待 想要吞噬对方 只是斩杀秦天明 他境界没有跌落之前 就没有这样的实力 现在更没有这样的实力了 这是以后再议 萧崇楼 心中也十分烦躁 莫无伤的死 超出了他的预料 在他看来 莫无伤是一定可以 前往核心地带的 就算无法通关一百层 至少也有不小的收获 可是现在 莫无伤在洞和仙府的外围 就被人隔空一掌给拍死了 现在萧云廷更是提议 让他对秦天明下手 这让萧崇楼有些不耐烦起来 如果不是萧云廷还有点用处 他真想一巴掌拍死对方 这家伙办事不利 一点本事都没有 还一副自恃清高 自命不凡的样子 他不会因为萧云廷是他儿子 就高看对方几眼 对于萧崇楼来说 没有所谓的亲人与朋友 唯有利益关系 有用的人 那就是亲人 没用的人就是废物 说起来 这还真是一对奇葩的父子 两人都是生性伯良之人 从没将对方 当成自己的儿子或者父亲 只是相互利用罢了 观察到萧崇楼的神情 萧云廷本来还想询问一番 但是立马就放弃了 现如今 萧崇楼心烦意乱 他最好什么都不说 云天圣子 好像已经踏入了60层 好快的速度啊 熬天宇也达到了46层 秦天明与虎秋白的速度也很快 已经达到了第30层 不过这个花梦影 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居然达到了33层 至今排在第三 真没想到 这个月下店的花梦影 天赋那么好 居然将秦天明与虎秋白 甩在身后 难怪能成为云天圣子的追随者 很可能这个花梦影 先进行试炼的原因 就算是这样 这个花梦影也算得上 是最顶级的天赋了 看来这个时代的云天圣地 真是人才辈啊 出了一个云天圣子 还出了一个花梦影 很多强者震惊不已 倒是其他的天赋 没有让他们太过震惊 因为到现在 花梦影还能领先 秦天明与虎秋白 这已经说明了 他的实力与天赋 要知道这试炼的层数越多 那压力就越大 他们需要承受各方面的压力 所以 对一名天赋的各方面实力 与天赋要求都很高 如果是普通的天赋 在踏入三十层后 就举步维艰了 很容易被秦天明与虎秋白 这样的天赋超越 可是花梦影并没有 这一点就足以让众人震惊 这也说明 花梦影各方面 与秦天明与虎秋白 差距不大 老伙计 你们云天圣地风光无限啊 紫阳真人看着空中的画面 开口说道 哈哈 你们九阳圣子也不错 都快追上花梦影了 大长老哈哈大笑道 紫阳真人见此 顿时皱起了眉头 这还差了好几层 这就是你说 快要追上了 这老家伙 还真会装 紫阳真人索性不说话 如果继续说下去 只能让这位大长老 继续装下去 方尘这边 在踏入第六十层后 压力再次增加 不过对方尘来说 也还行 就在此时一道光束 从天而降 直接灌入方尘的身体 能量灌输 感受到体内 多了一股庞大的能量 方尘开始运转功法 将这些能量化为己用 这里面的奖励千奇百怪 各种各样的奖励都有 不少人也获得了 这样的奖励 导致修为大幅度提升 只是对于方尘来说 这些能量 完全是杯水车星 只能让他的修为增长一些 无限接近半部圣人镜而已 就在此时一变突生 一道光柱落下 形成了一头古怪的凶兽 这头凶兽 散发出一股强大的威压 直接笼罩了这片空间 半部圣人镜的凶兽吗 方尘也没有感到意外 在原著之中 也有过描述 在踏入六十层后 将会根据自身的修为境界 出现一头高一层次的凶兽 只有击杀这头凶兽后 才能够继续前行 方尘如今是归虚境 九中天修为 这头凶兽 自然是半部圣人镜 方尘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一拳轰出 一道巨大的拳印 出现在空中 直接砸在了凶兽的身上 一声轰响 这头半部圣人镜的凶兽 轰然炸开 根本无法承受方尘这一拳 随手轰杀半部圣人镜 金巫族的圣人镜强者 深深地皱起了眉头 那可是半部圣人镜啊 却被归虚境九中天的方尘 随手一拳轰杀了 就算他们族的圣子 想要击杀半部圣人镜 也需要一段时间 可是方尘却这么轻松地斩杀了 此子拥有大地之滋啊 这个云天圣子 真看不出有任何问题 半部圣人镜都无法阻止他 太恐怖了 或许只有圣人镜强者 才能击败他 天云宗的圣人镜强者 忍不住说道 方尘展现出的实力 着实让他们震惊 本来以为六十层 能够让方尘止步 谁知道方尘一拳 轰杀了半部圣人镜的凶兽 这个云天圣子 真的只有二十多岁吗 我用了一生时间 才达到半部圣人镜 在别人眼中 竟然如同蝼蚁一般 二十多岁 我还在第三境神海境 别人已经可以做到 一拳轰杀半部圣人镜了 果然是天才妖孽 同辈之中 还有谁比得上云天圣子 同辈之中 估计无人是云天圣子的对手 只有找那些半部圣人镜的老怪物了 或许也不是对手吧 估计要找那些圣人镜的强者 我怎么有种感觉 就算是圣人镜 也未必是他的对手 圣人镜 毕竟是圣人镜啊 手段层出不穷 这个云天圣子 未必能够挡下来 这些强者 都被震惊到了 他们心中知道 半部圣人镜 根本就挡不住方尘 只是没有想到 半部圣人镜在他面前如此不堪一击 方尘以极快的速度来到了八十层 就好像第六十层一样 遇到强大的凶兽一拳击杀 这试炼根本就难不倒他 都快到第九十层了 这云天圣子是如何做到的 阴天笑 九阳圣子几人 还在第六十层左右 他们为了解决 那头半部圣人镜的凶兽 使出了浑身解数 在这里耗费了大量的时间 当看见方尘到达九十层后 他们的脸色猛然一变 他们想不通 方尘是如何轻松地达到九十层的 你跟这个妖孽比 那不是自取其辱吗 知道有一个词叫少年大帝吗 九阳圣子没好气到 阴天笑哼了一声 没有说话 专心地对付旁边的凶兽 就在他即将击败之时 轰的一声从不远处传来 只见九阳圣子 解决了那头凶兽 朝着更高的层数走去 阴天笑啊 这么容易地失恋 你居然耗费了那么长时间 还没有解决那头凶兽 九阳圣子 回头看了阴天笑一眼 自从上次说了九阳圣子 时不时就要嘲讽阴天笑几句 算是他的乐趣 主要嘲讽对方这家伙 还无力反驳 毕竟上次阴天笑输了 在九十层获得的奖励 居然是一把圣级神兵 这奖励倒是挺丰厚的 方尘一脸淡然 直接将圣级神兵收了起来 几乎同时 一道光柱落下 一位面容俊美的年轻人走了出来 这年轻人气度不凡 身上更是弥漫着一股强大的气息 更是有一种僻逆天下的气息 少年大帝 方尘神情凝重了起来 在达到九十层后 他将面对的是 高于一个层次的少年大帝 这些都是大帝碎片 从时间长河之中映照过来的 这并非来自于天玄界的大帝 而是来自于洞河仙府 原本所在世界的大帝 那是仙玉 强大的力量爆发出来 这位少年大帝没有说话 直接悍然出手 一掌猛然向苏颜拍来 这一掌拍出 仿佛巨大的流星坠落一般 有着毁天灭地的威能 虽然这只是少年大帝的虚影 可是少年大帝的恐怖 是难以想象的 远超其他层数遇到的生灵 这也是试炼空间最难的关卡 九十层以后 所谓一层一重天 越往后面越艰难 后续每层都有着 一位少年大帝的虚影 越到后面 这些少年大帝的虚影 就越强大 尤其是第一百层 那可是仙人进强者的投影啊 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无数的天骄都被最后一道关卡给拦住 无法闯过最后一关 也只有极少数的天才妖孽 才能成功闯过这一关 没用的 方尘一拳拍出去 随即一声轰鸣乍响 两者碰撞在了一起 这一掌拦下了少年大帝的攻势 同时还以催枯拉朽之势 向着少年大帝拍去 少年大帝躲避不及时 瞬间消失在原地 你逃不掉 话音刚落 少年大帝的投影一出现 方尘就出现在其身后 随即一掌拍在了少年大帝的投影上 恐怖的力量直接爆发出来 轰然炸开 少年大帝一脸错愕 仿佛不敢相信自己 输得那么惨 随即整个投影直接消散 当然了 这并非少年大帝的真正实力 如果是真正的少年大帝 实力极为恐怖 不过结局都是一样 方尘还有着很多强大的底牌没出 哪怕真正的少年大帝前来 依旧隐恨西北 只是让他耗费一点时间罢了 接下来的闯关 与之前一样 方尘依旧所向披靡 几招之下 就解决了这些少年大帝的投影 在外界看见这一切的强者 都陷入了沉默 不再像之前那般讨论 他们完全没有想到 方尘居然这么强大 就连少年大帝都能够横扫啊 同在洞河仙府核心地带的天骄 都陷入了沉默 就算敖天鱼也是这样 方尘已经在九十几层中大杀四方 而他还是在八十多层战斗 而且还耗费了大量的时间 轰的一声 敖天鱼斩杀了这一层的生灵 抬头向前看去 只见方尘在九十五层之中 直接两掌就击败了 那个少年大帝的投影 这让敖天鱼立马陷入了沉默 难道这就是他们之前的心态吗 敖天鱼一脸苦笑道 以前他不觉得有什么 现在感觉到心中一阵苦涩 两者看似层数相差不多 其实相差很大 要知道九十层之后 每一层都有一位少年大帝的投影 而且越到后面 少年大帝的实力就越强大 想要击败一名少年大帝 就算是他都要耗费大量的时间 而且到后面 随着灵力的消耗 想要击败那些强大的少年大帝 谈何容易啊 想及此 敖天鱼心中就感觉到一阵无力 仿佛永远都无法超越方尘一般 无论自己在努力 实力怎么样 差距永远都摆在那里 以前不管方尘多天才妖孽 敖天鱼都无动于衷 内心之中没有太大的波澜 直到看见方尘遥遥领先 将他甩在身后 敖天鱼波澜不惊的心 终于泛起了波澜 他终于意识到 他与方尘的差距究竟有多大 这完全是一道鸿沟 根本就无法超越 看着远处的那道身影 敖天鱼深吸一口气 沉声道 就算你再耀眼 再耀念 总有一天 我能够追上你 接下来 敖天鱼继续前行 在外界 众人看见方尘轻松地 击败这些少年大帝的投影 各方强者都震惊地 说不出话来 过了好一会儿 金吾族的一名圣人敬强者 才开口说道 这洞河先府 是不是被削弱了 为什么我感觉 方尘通关的 不是九十几层 而是五六十层吗 他整个人都不好了 在座的强者 除了少数人外 都参与过洞河先府 核心地带的历练 甚至到九十层以上的恐怖 当初 他们在九十几层痛不欲生 随便一层就能把他们卡住 唯独没有见过 像方尘这样在里面横扫 直接一掌击杀一个少年大帝的投影 看见这一切 让他们怀疑人生 洞河先府九十层以上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弱了 并非洞河先府削弱了 而是方尘太强大了 别看方尘这么轻松 其他人未必会这样 哪怕是熬天宇 在八十多层也耗费了很多灵力 需要一些时间 才能进入下一层 紫阳真人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 在画面之中 随着层数的增加 天骄们闯关也更加的困难 唯独方尘依旧轻松 虽然层数在增加 可是好像并没有对他造成任何阻拦 还是一掌解决一个生灵 那些强大的少年大帝投影 勉强撑得了一段时间 可是还是死在了方尘的掌印之下 这让外面的强者 都有些怀疑人生 曾经那些少年大帝 是何等的风光无限 就算这不是他们全部的实力 但人家毕竟是少年大帝啊 我甚至觉得 就算是那些少年大帝本尊来了 也不是方尘的对手 天云宗的圣人静强者 开口说道 他已经彻底服气了 他见过无数的天骄 唯独没有见过像方尘这般的 像是存在于传说之中的一样 比曾经的云天大帝还要恐怖 一人足以横扫一切 亦或者正道后的万古大帝也是这样 强大的实力 让人感觉到极不真实 不像是这个世间存在的人 听到这些人对方尘的评价 云天圣地的大长老 心中一阵舒坦 他们云天圣地的年轻一辈 若是太久了 在以前时不时被一些势力嘲讽 现在终于扬眉吐气了 哼 太过天才妖孽 也未必是一件好事 很容易半路夭折的 听见众人对方尘的夸赞 金乌族的圣人静强者 不由来了一句 这语气意味深长 也带着一丝威胁的意味 下一刻 两道恐怖的气息爆发出来 尤其是一抹剑光闪现 夹杂着一股强大的剑意 我是否可以理解为 你们金乌族 在向我们云天圣地宣战 大长老微眯着双眼 眼中闪烁着光芒 同时 一股强大的剑意爆发了出来 强大的威压 让周围的人感觉到一阵窒息 感受到强大的威压 金乌族的圣人静强者 感觉头皮发麻 急忙说道 不是不是 我只是提醒一下两位 不是他嘴不敢硬 而是根本硬不起来 他感受到了李韩月的气息 那可是一个疯子 韩月剑仙的名字如雷贯耳 现如今 韩月剑仙身上的诅咒已经根除 他们可不敢去招惹 如果对方出手 就算是金乌族自爆家门也没有用 人家想要斩杀你 就算你是金乌族的人 也照杀不误 同时把你杀了 金乌族还未必敢与他撕破脸 当然了 最终对方未必会杀你 不过被重创 那是肯定的 老家伙 我也提醒你一句 火从口出啊 都这把岁数了 还不知道这个道理 看来是白火了 紫阳真人笑着说道 开什么玩笑 在云天圣地面前说这样的话 那不是在找死吗 谁不知道 云天圣子 可是云天圣地的未来 背负着云天圣地数万年来的希望 你说这句话 那不是找抽吗 试问 谁敢动云天圣子 只要有人敢 云天圣地 绝对会毫不犹豫打击 紫阳老道 给我闭嘴 金乌族圣人尽强者 低声说道 谁都可以说他 唯独紫阳真人不可以 这么多谁不知道 你们九阳圣地的人嘴最贱 从你们口中说出这样的话来 你觉得合适吗 从紫阳真人口中听到这些话 好像是在嘲讽他们 这让金乌族的圣人敬强者 有些受不了 你们金乌族说错话了 难道还不让人说 如果你们真的有本事 这话就冲着云天圣地说 没有这个本事 你们还是闭嘴吧 紫阳真人也有些气了 云天圣地就算了 你一个金乌族的算个屁啊 居然还敢让他闭嘴 找死 金乌族的圣人敬强者愤怒不已 本来就是一肚子火气 还没找到地方宣泄 现在紫阳中人跳了出来 正好找到一个宣泄口 那就来啊 我倒要看一下 你有什么本事 紫阳真人立马坐不住了 直接拉着金乌族的圣人敬强者 来到了虚空 还真是没脾气 凤凰族的强者冷笑道 其他人倒是没说话 一边留意着紫阳真人两人 一边看着洞和仙府 核心地带的情况 试炼空间96层之中 这一层远比其他层数的要强大 终于也给方尘制造了一些压力 只见那名少年大帝的投影 结出一道硬法 强大的威压 直接席卷而来 然后向方尘而去 难道只有你会吗 方尘脸上浮现出一丝笑容 直接双手结印 结出一道硬法 乾坤硬绝 一生轰鸣 两道硬法碰撞的一起 一时之间 直接在虚空之中炸开 强大的力量 向四面八方而去 下一刻 这道虚影手中 出现一把神兵闪烁着寒光 强大的锋芒 仿佛能够撕裂空间一般 这居然不是圣级神兵 而是地级神兵 虽然只是演化出来的地级神兵 却蕴含着强大的威能 所向披靡的锋芒 让方尘微微皱起了眉头 仿佛周围有着无数神兵 向他而来一般 方尘并没有动用圣级神兵 而是与以往一般 一掌拍了出去 强大的掌印划破长空 犹如允星一般 砸向那道虚影 很快就与地级神兵撞在一起 爆发出坑枪之声 可是这一掌 居然让对方给挡了下来 有趣有趣 方尘脸上浮现出一丝笑容 这才是他想要的压力 之前的那些太弱了 完全无法对他造成任何阻拦 现如今 这个少年大帝的投影 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这才是他想要的 我们继续 方尘低贺一声 眼眸之中浮现出一道光芒 犹如星辰一般 在他的背后异象出现 一道浩瀚的星空浮现出来 无数星辰闪耀着 看起来美轮美奂 下一刻 无数星辰绽放出光芒 化为无数道神光向下面坠落 看见这一幕 仿佛末日到来一般 不过 那名大帝的投影神情淡然 手握地级神兵 一刀斩了下去 天空之中无数刀影浮现 与那些如同流星坠落一般的神光 碰撞在一起 在空中爆发出阵阵轰鸣声 这种景象 居然持续了半炷香时间 最终还是方尘更胜一筹 一掌拍出 掌印贯穿天地 直接砸在了 那名大帝虚影上 然后直接炸裂开来 大帝的投影也烟消云散 这名少年大帝 给方尘有些压力 不过这压力的时间并不长 接下来 方尘踏入第97层 这一层的少年大帝 比上一层更加恐怖 不过依旧无法阻拦方尘的步伐 就这样 方尘已经达到了99层 马上就要到100层了 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 云天圣子 该不会是要通关了吧 看这个趋势 他很可能通关 而且 你们没有发现吗 云天圣子 连圣级神兵都没有动用 多少年都没有人全部通关了 距离上次通关 好像过去了60万年吧 那位通关的天骄 最终达到了地境 成为了一带大帝 这个我听说过 那位天才妖孽 把同时代的天骄 镇压得喘不过气来 这么说来 一旦云天圣子全部通关 那以后必将达到地境 成为一带大帝 这也不好说 毕竟想要达到地境 成为大帝 天赋 实力 机缘 气运这些缺一不可 就算云天圣子 拥有大帝之资 可是真要达到地境 可没有那么简单 就算不能达到地境 镇压一个时代的天骄 也是没问题的 方尘已经远远地 将熬天鱼甩在身后 洞河仙府外面 所有的强者看到里面的画面 都震惊不已 几乎所有人的目光 都落在方尘的身上 因为方尘表现出的实力 通关的魔咒 这六十万年以来 从来没有人通关一百层 现在方尘将要成为六十万年来 第一个通关百层之人 这个云天圣子 的确是恐怖 你想追上他 极为艰难吗 萧重楼看了一眼 萧云婷说道 看见修为跌落到 第五境神渊镜的萧云婷 萧重楼还叹了一口气 看见方尘通关的层数越多 萧云婷心中 也忍不住感叹起来 听你的意思 我根本就无法与他相比 这辈子都无法超越他了吗 又是这个方尘 听到方尘的名字 萧云婷心中如同被刺扎了一下 一阵刺痛 同时一脸不善地看着萧重楼 不错 你的确无法与他相比 萧重楼直接说道 或许明老会顾及一下 萧云婷的感受 不会这么直接地说出来 可是萧重楼可没有这个顾虑 论身份 他是萧云婷的父亲 论地位 他是天魔宗的宗主 论实力 萧云婷在他面前 只是一只蝼蚁 而且 萧云婷崛起 都是他给予的 可以说 各方面萧重楼 都不需要在意萧云婷的感受 因为根本没有这个必要 如果是莫无伤的话 他还会顾及一下 毕竟莫无伤的身份摆在那里 至于萧云婷 他就没有这方面的顾虑 现如今 萧云婷还要来求他 需要他帮忙 才能变得更强大 不过还是因为莫无伤之死 导致计划失败 让萧重楼懒得伪装下去 听到萧重楼的话 萧云婷陷入了沉默 他没有想到 这个萧重楼居然丝毫不掩饰 直接承认下来 一点面子都不给 只是他也不好发作 毕竟现在有求于人家 不好撕破脸 要是撕破脸 自己无法得到秦天明的本源 将会影响到他以后的计划 除外 他的托天魔宫 还是萧重楼给的 对方要是把消息传出去 他在没有背景的情况下 将举世皆敌 那时候 天玄界再也没有他容身之处 虽然萧云婷自视甚高 可是沈氏夺度还是明白的 最重要的是 他根本就奈何不了萧重楼 一点脾气都没有 还真是怂啊 看见萧云婷陷入沉默 明老不由叹了一口气 心中也一片悲凉 当初他也是这么说的 可是萧云婷一点面子都不给 还非常嘴硬 这让明老一点办法都没有 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 明老都会妥协 害怕这家伙心太崩了 不过这家伙也算是成长了 如果还跟以前一样 那就彻底没救了 虽然有些不舒服 但是明老心中还是开心的 他还真的怕萧云婷一时冲动 直接去对萧重楼 如果那样就坏了 不说萧重楼会不会恼羞成怒 直接宰了萧云婷 以后没有萧重楼的帮助 萧云婷举步维艰 你完全不用跟云天圣子相比 它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存在 现如今根本没有人能超越它 不过你是唯一有机会的人 只要你继续修炼托天魔宫 吞噬的本源够多 别说是云天圣子 就算是那些递进强者重生 也不是你的对手 你只需要隐藏起来 不断地吞噬那些天骄的本源 最终绝对可以横扫一切 萧重楼看了一眼萧云婷的神情 还是安慰到 你应该感到高兴才对 毕竟那些所谓的天价 可没有资格超越云天圣子 而你有这样的资格 就在此时 一道惊呼声响起 云天圣子踏入一百层了 此画一出 所有的强者齐刷刷地 看向空中的画面 这绝对是历史性的时刻 居然真的踏入了一百层 这还是六十万年来的第一次啊 云天圣子还真是恐怖 上次我看洞河仙府的那些天骄 最多好像只踏入了第九十五层 没想到云天圣子 居然踏入了一百层 这可是最后一层啊 这六十万年中 不是没有天骄踏入一百层 只是没有通过一百层而已 我觉得云天圣子可以 虽然前面几层耗费了一些时间 可是从云天圣子的状态来看 他还是非常的轻松 很可能通过一百层 这也太强大了吧 没想到云天圣子 可以做到这一步 云天圣子 成为天玄界的第一天骄 看来是名副其实啊 这之后 看谁还敢质疑 敖天宇如今才踏入九十层 云天圣子 已经踏入第一百层了 这就是差距 方尘踏入了第一百层 也是整个试炼空间的最后一层 很多强者无比的激动 尤其是上一次经历过洞和仙府的强者 顿时感觉扬眉吐气了一次 人族惨败 几乎被妖族踩在脚下 让整个人族遭受到极大的耻辱 现如今 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就算后续排名不是碾压 凭借着方尘一人足矣 踏入第一百层的荣耀 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当然了 人族高兴 妖族那边自然就不爽了 两者本来就是敌对关系 再加上方尘在天交圣会上 击败了敖天宇 导致妖族这边落败 看见人族强者有意无意地炫耀 让妖族强者十分烦躁 如果真的能够通过一百层 那以后将没有人敢质疑云天圣子了 什么敖天宇 龙族圣子 给云天圣子提携都不配 紫阳真人不愧是嘴贱 这一句话 直接把仇恨拉满 凤凰族的圣人竟强者极为不满道 云天圣子踏入一百层 确实厉害 可是试炼还没有结束 我们凤凰族的圣子也可以 你说的是什么话 什么叫给他提鞋都不配 就算上一次天骄胜会输了 可是两人也不分伯仲 平分秋色 两者本来就是同一等级的天骄 方辰能够达到一百层 敖天宇难道就不可以吗 这还真是搞笑 你就别在那里自欺欺人了 我们都不是一般的修饰 两人的差距难道就看不出来吗 况且 你也是经历过洞和仙府的人 应该知道 后面几层意味着什么 尤其是最后一百层 敖天宇的天赋是不错 可是能不能踏入一百层 你心中没有数吗 朱雀族的强者忍不住说道 一旁的紫阳真人急忙复合道 你可以欺骗他人 可是无法欺骗自己 在场的都是圣人静强者 都属于天玄界的天花板强者 眼界自然不低 敖天宇与云天圣子之间的差距 他们怎么会看不出来呢 或者说 只要不是傻子 都能看出来 方辰一路横推 除了九十六层之后 耗费了一点时间 其他的基本上都是横扫 一掌解决战斗 那些少年大帝的投影 根本就拦不住方辰 而且 方辰还一副游刃有余的样子 反观敖天宇在八十几层 都被困了好长一段时间 每次通过一层 都耗费了不少时间 从这一点看 双方的差距就很大 其实吧 敖天宇输给云天圣子 一点都不丢脸 这个时候 天云宗的强者站出来说道 所谓站着说话不腰疼 就是属于这种 哈哈 输给云天圣子这样的天骄 其实一点都不丢人 反而是一种荣耀 毕竟不是谁都能成为他的对手 紫阳真人也站出来笑着说道 面对众人的调侃 凤凰族的圣人竟强者 脸色沉了下来 不过并没有继续说话 因为事实就是这样 他们也无力反驳 之所以站出来说 那是因为 看不惯这些人 一味地吹捧云天圣子 哈哈 大家也别太过吹捧 如果继续下去 圣子殿下回来 岂不是要骄傲了 大长老笑着说道 他现在已经不排斥云天圣主 交给他的差事 反而觉得 这是一个美差 这感觉不要说太舒服 这是以前他从来没有过的体验 早知道这样 他就主动请阴了 试炼空间第一百层之中 当方尘踏入之后 一股强大的气息直接出现 随即一道神光落下 一道英勇的身影走了出来 对方身穿假皱 脸色英俊 同时还有着一双漆黑的大眼睛 让人感觉一阵恐怖 就如同魔神一般 仙人虚影 此人也是曾经动和仙服的主人 当然了 这只是一道虚影而已 或许无法展现出曾经动和仙服主人的强大 可是哪怕是这样 也不是一般人能够抵抗的 这位动和仙服的主人 居然是与方尘同一境界 也是归须敬九中天 无限接近半部圣人境 或许是因为自己的骄傲 不会以境界来压人 对于动和仙人来说 如果能同境界击败他 那么就是天大的本事 也值得得到他的认可 足以获得后续的奖励 这也是为何援助之中的萧云婷 能够通关的原因 同等境界下 加上主角光环 导致萧云婷 能够击败这位动和仙服的主人 如果高于萧云婷一个境界 就算他手段再多 也不可能战胜动和仙人的虚拟 就算是方尘 估计也要底牌进出才可以 那可是仙人竞强者 就算是在仙玉之中 也是极为强大的存在 并不是天玄界这些天骄可以比的 能与之抗衡 也唯有那些大帝们 它们不比动和仙服的主人差 只是环境的问题 才无法踏足那个境界 如果在同一个世界 或许它们也能达到这种程度 你非常的优秀 60万年以来 从来没有遇到过 像你这样的天骄 就算是在遥远的岁月 都难以找到 与你同等级的天骄 动和仙人的虚影 神情淡漠 神情之中 不夹杂一丝感情 多谢夸奖 方尘笑着说道 想要通过试炼 必须打败我才行 只要打败我 就可以获得一份特殊的奖励 同时还可以告诉你 这天地之间的秘密 如果无法打败我 这也代表着 你没有资格窥探天际 这一生 也不会有太高的噪音 动和仙人的虚影 淡淡地说道 通关一百层后 除了获得一份特殊的奖励外 还能得到一些 别人不知道的信息 其实也不是什么特殊的信息 只是离开天玄界 前往仙域秘密 当然了 这个秘密 方尘已经知道了 对于方尘来说 其实不算什么 不过对于天玄界的人来说 对于天玄界的强者来说 成为仙人 那是他们最大的愿望 如果能够离开天玄界 前往仙域 让他们付出怎样的代价都可以 哪怕只是 一点情报 也是这样 不过方尘知道 就算知道这个秘密 也没有用 因为通往仙域的路已经关闭 根本没办法进入仙域 也就是说 动和仙人所说的秘密 一点用都没有 这天地之间的秘密 我一点都不感兴趣 倒是你说的 奖励我很感兴趣 方尘笑着说道 听到这话 动和仙人的虚影 微微皱起了眉头 神情之中露出了一丝疑惑 在无尽的岁月之中 他见到过无数的天玄 而这个方尘极为特殊 以前来到这里的天玄 在听见天地之间的秘密后 都极为感兴趣 唯独这个方尘 一点兴趣都没有 难道你对永恒的生命 不感兴趣吗 不想成仙吗 动和仙人沉声问道 他有些难以置信 一名天玄 居然对此不感兴趣 我当然想成仙 不过对此没有太过强求 时机到了自然可以成功 时机未到 就算再努力也白大 我想这个道理你最明白 如果不是这样 就不会有人苦苦追求 所谓的永恒先路了 况且生死也是一种轮回 如果不能永恒 也未必是一件坏事 方尘的脸上满是笑容 意味深长道 何况成为仙人之后 就一定可以永恒了吗 动和仙人的虚影 陷入了沉默 仙人就能永恒了吗 自然不是 如果可以永恒 动和仙府 也不会出现在天玄界了 那我们就开始吧 动和仙人的虚影 也没有再废话 既然对方不想听 那他就不说好了 下一刻 动和仙府的虚影 散发出一股强大的气势来 然后捏纸成剑 一道剑光清晰而下 无比强大的剑气 直接向方尘斩去 这璀散的剑光 其中蕴含着无上的法则 就那么向方尘斩杀而去 方尘看到这道剑光 也极为震惊 因为面前的动和仙人虚影 不过只是龟虚境九中天而已 居然爆发出了远超 龟虚境的强大实力 哪怕是半部圣人境强者 也比不上 几乎已经达到了 圣人境的实力 这绝对是前所未有的事 就算是方尘 也极为震惊 不过细想一下也很正常 毕竟动和仙人 来自于仙玉 在仙玉之中 法则完整 并没有任何残缺 同样的修为境界 自然比天玄界 要强大很多 说句难听的话 如果仙玉之中的 龟虚境强者 来到天玄界 别说是龟虚境的顶级天骄浪 就算是半部圣人境 也未必有几个人 是他们的对手 哪怕是圣人境强者 也有可能落败 不过方尘显然不在其列 你是第一个 在此境界 能让我放开手脚战斗的人 方尘十分激动 以往自身太过强大 从境界之中 甚至于境界比他高的人 都无法让他真正使出全力 现如今 动和仙人的虚影 让方尘感到真正棋风对手 有着莫名的压力